第二十一张云瑶的计划 直到那女子的话音落下时 大殿里的众人才回过神来 所有人都抬头仰望着二楼的那的房间 露出浓浓的敬畏表情 谁都看得出来 能施展剑芒格空阻止华云飞 并把地面轰出一道裂缝的人 必定是大高手 那女子的声音听起来又十分年轻 似乎只有十七八岁 一些聪明的青年才俊门立刻就猜到了 出手的女子肯定是秦天宗的天才弟子 之前众人心中还很疑惑 小王爷不是说秦天宗的人今夜会来吗 为何到现在也没现身 这时 众人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秦天宗的人早就来了 只是不屑于跟他们一起坐在大殿里而已 整个大殿都安静下来 若真可闻 众人都眼神敬畏地看着二楼 不敢发出半点杂音 既然知道秦天宗的人就在二楼 谁还敢造次 被镇伤吐血的华云飞 狼狈不堪地爬起来 眼神无比怨毒地瞪着济天行 他心中积蓄了滔天怒火和杀气 却只能强忍着不敢发作 甚至连个屁都不敢放 秦天宗的天才弟子 已经出手警告过他了 若是他再敢动手 下一道剑盲肯定会将他当场秒杀 林云飞的脸色有些难看 眼底涌动着寒光 他暗中瞥了一眼祭天行 又抬头望向二楼 露出一抹若有所思的表情 该死的祭天行 他明明就要死在华云飞的剑下了 竟然被秦天宗的弟子出手救了 他跟秦天宗的人有什么瓜葛 为何那的女子会出手救他 他想不明白 也看不出祭天行有什么特别之处 值得秦天宗的人相救 不过他转念一想 便暂时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龙门宴上人太多 让华云飞当众急杀他 的确有失妥当 不过 华云飞也是出了祭天行的实力 他确实没有恢复到真元镜 最多只有练体镜九重 既然如此 等他离开林岩宫了 就绝不可能活着回到祭府 大殿里的几十个青年才俊们不敢开口说话 二楼那的房间也没了声息 无人再开口说话 场中的气氛有些压抑 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这时 小王爷机灵从二楼走了下来 他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 开口打了个圆场 让众人不必拘束 继续切磋交流 各展所长 当然 为了确保不再出现恩怨仇杀的情况 他坐在了主位上 没有再回二楼去侍奉秦天宗的人 大殿里的气氛这才缓和下来 众人的情绪放松许多 华云飞强忍着愤怒和屈辱 默默退下疗伤去了 既天行也没有留下来 默默地朝二楼那的房间拱手一礼 然后转身走出了大殿 反正他今夜来赴宴的目的 只是为了见秦天宗的人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 秦天宗的人也不可能当众露面 他当然要离开 季豪没有跟他一起走 留在大殿里继续喝酒 与其他青年才俊们攀谈着 二楼的精致雅间里 陈设布置的异常湿滑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 靠近窗边的黎木芳桌边 坐着两个青年和一个白群女子 其中一个青年 身材魁梧的好似铁塔 浑身皮肤成骨铜色 双臂与胸前肌肉囚结 散发着凶汗的气息 此人名叫郝猛 乃是秦天宗真传弟子中排名第九的天才 自幼就天生神力 汉勇无双 另一个青年身材瘦高 脸色似病态般苍白 看起来十分孱弱 而实际上 他却是晴天宗真传弟子中排名第六的天才 他姓白名吴臣 但知道他真名的人很少 天成欲的各国强者们 只知道他的外号 白无常 至于那位白群女子 身材修长而窈窕 面孔白皙且绝美 一双秋水简瞳中蕴藏着灵动与身不可测的气息 一头及腰掌的黑发披在身后 好似黑色瀑布一般 令他的气质愈发扑俗出尘 犹如仙子一般 他正是晴天宗的首席弟子 一见利压实国青年俊杰的爵士天才 云瑶 三人都微微侧着头 目光透过目指窗帘望着楼下的大殿 眼神平静而淡漠 好猛的目光凝望着寄天行 看着他转身离开大殿 背影消失在殿外的黑暗中 他收回了目光 扭头望向云瑶 微笑问道 大师姐 那小子分明能打得过对手 只是在隐藏实力而已 你又何必出手帮他 白无尘眼目光温和地望着云瑶 等着他的答案 不过 云瑶依旧静默地望着下方大殿 丝毫没有开口解释的意思 堂堂晴天宗首席弟子 天臣与第一天之娇女 行事何须向他人解释 好猛自讨没趣 便善善地一笑 挠了挠头 白无尘为了掩饰尴尬 也连忙岔开话题 他默然地看着大殿里的众人 语气轻蔑地道 若不是为了完成师门交托的任务 大师姐怎么可能参加这种低级无聊的宴会 显然 他对大殿里那些自诩青年才俊的人十分不屑 在他的眼中 那群表面道貌黯然 实则阴险卑鄙的青年们 简直就像跳梁小丑一般可笑 郝猛咧嘴笑了笑 不过 白师兄 我倒是觉得这个小王爷有些能耐 我们让小王爷想办法召集一下青云国的青年天才们 没想到他一天之内就召集到这么多人 白无尘唯唯一笑 对此不渝至凭 在他眼中 青云国只是个穷乡僻壤的小国而已 哪怕国内顶尖的人才 在他看来也不值一提 云瑶唯唯促起秀眉 语气平静地开口道 看来 今晚我们是找不到要找的人了 他望着郝猛 问道 好师弟 通过本门的入门测试 有资格参加下月大比的人 今夜都来了吗 郝猛连忙答道 大师姐 我之前问过小王爷了 他说通过测试的人只有一部分来赴宴了 今晚来赴宴的青年俊杰们 还有一些是没通过入门测试 但资质都不错的 云瑶唯唯汗手 对两人说道 白师弟 好师弟 明天你们去找负责招收弟子 主持下月大比的两位执事 调查一下通过测试的人员名单 看看能否从中查出什么线索 郝猛愣了一下 疑惑弟问道 大师姐 难道你不跟我们一起 去跟两位执事会合吗 云瑶轻轻摇了摇头 我要去一趟太叶山脉 大概要耽误几天时间 白无尘挑了挑眉头 疑惑问道 大师姐 你去太叶山脉做什么 云瑶语气低沉的道 据说太叶山脉中有一种灵药 名叫赤心花 此花是星辰之火孕育而成 每个六十年才盛开一次 若我能得到此花 便可治好小师妹的病 让她面遭及阴寒毒的折磨 提到小师妹 郝猛和白无尘的脸色都微微一变 眼中流露出疼喜与同情之色 白无尘连忙对云瑶说 大师姐 我跟你一起去 云瑶轻轻摇头 面色平静地道 不必了 赤心花乃极品灵药 拥有极强的灵性 能否寻到还得靠机缘 并非人多就有用 你们只需用心调查师妹要找的人 尽快完成任务即可 第二十二章 剑气纵横 季天行离开青云殿后 迎着微凉的叶峰走出林延宫 踏上了停在路边的马车 无需他开口吩咐 车夫老雷自然会议 驾车驶入黑暗中 向季府返回 季天行坐在马车里 扯了一根部条 简单包扎了小腿的伤口 然后就皱眉思索着刚才的事 不依惠尔 马车驶入一条幽暗无光的侵蚀小路 虽然小路有些偏僻 附近只有几户人家 但这是从林延宫回季府的必经之路 小路两旁长满了大树 在夜幕中显得黑暗又压抑 马车不急不徐地行驶着 夜空中只能听见哒哒的马蹄声 突然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车夫老雷发出一声温哼 身体滚下马车倒在了地上 季天行瞬间惊醒 立刻掀开马车的帘子 跳下马车冲到车夫的身边 只见 车夫老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已经要断气了 他胸口处插着一根利剑 鲜血从伤口里涌出来 染湿了衣衫 季天行的脸色变得十分阴沉 双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沙翼 他知道 有刺客在此埋伏袭击 果然 前方小路上立刻响起了脚步声 两道身穿黑衣的身影正急驰而来 季天行当机立断地冲进小路边的树林里 朝着季府方向发足狂奔 暴秘的枝叶被他撞开 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那两道脚尖的身影也是急风般扑过来 毫不犹豫地追进树林里 两人杀气腾腾地狂奔着 手中握着的宝剑 在夜幕下亮起了寒光 尽管季天行拼了命力狂奔 可他左小腿受了伤 速度根本快不起来 短短几个呼吸之后 那两道脚尖的身影就追到他身后 逼合一声发起了进攻 刷 刷 两把寒光四射的宝剑高高扬起 几乎同时展向季天行的脑袋 挡在两个杀手与季天行之间的枝叶 瞬间就被灵力的剑气脚成碎渣 朝四周蹦剑 围急关头 季天行只能停下脚步 双手握着血龙剑 转身挥剑横扫 抵挡对方的刺杀 当 当 三把宝剑激烈碰撞 爆出清脆的金属胶鸣声 强悍的撞击力从血龙剑上传来 把季天行阵的双臂发麻 行不自禁地后退好几步 他瞬间就能断定 对方都是真原镜的武者 果然 他定睛一看就发现 两个杀手的宝剑上 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真原光滑 从红黄两色的真原光滑来看 对方应该是真原镜一二重的实力 真原镜一二重的实力也想刺杀我 不过 还不能确定杀手到底有几个 我必须小心应付 季天行心中暗暗冷笑 眼中涌动着浓郁的杀鸡 他佯装不敌 神色匆忙地继续逃窜 两个身穿黑衣的蒙面杀手果然上当 奋不顾身地扑上去 全力挥剑刺向他的后背 大概是他们太自信 又或是急于斩杀季天行 尽快离开此地免得暴露身份 两人都使出绝招刺杀季天行 却忽略了自身的防御 中门大开露出了诸多破绽 就在两人满枪振奋 自以为当场就能急杀季天行时 他们却看到季天行陡然转身 露出了戏虐的冷笑 死 季天行杀气凛然地低喝一声 突然弯腰蹲下 显之又显地躲过了两把宝剑的刺杀 两把宝剑都从他头顶擦过 仅仅相差两寸远 却同时落空了 而且 两个蒙面杀手的胸膛和腹部要害 也毫不设防地呈现在他面前 寄天行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放下血龙剑 抬起双掌全力拍向两个杀手的胸口 砰砰 温响声中 他的双掌截皆是实地击中了两个杀手 两道岸金色的剑气 从他掌心中蹦射出来 毫无阻碍地刺进了两个杀手的心口 两个蒙面杀手顿时身躯一阵 冲沙的脚步停了下来 他两转过身来 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季天行 口中发出含混不清的低喝声 你 李不是 这 怎么可能 两人的眼神充满了惊惧和愤怒 怎么也无法相信 他俩竟然败在一个炼体三重的废物手下 他俩自知必死无疑 还不甘心地挥动宝剑 刺向季天行的脑门 但季天行已经握住了血龙剑 挥手一剑横扫而出 便把他俩的宝剑弹开了 两个杀手后退了几步 虚弱无力地扶着大树 口中不断涌出鲜血 把蒙面金都浸湿了 他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 眼中的生机也迅速消失了 眨眼间 两人就身躯软软地倒下 躺在草丛里再也没了声息 季天行连忙用剑挑开他们的蒙面金 看清他们的长相之后 便露出一抹果然如此的冷笑 哼 林云飞 你果然还是不肯放过我 因为他认出了其中一个杀手 正是经常跟在林云飞身边的侍卫 他担心附近还有杀手埋伏 便不敢逗留 转身继续逃跑 穿过茂密的树林之后 他便沿着小路逃向祭府 一刻钟之后 季天行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祭府 途中没有再遭遇埋伏 回到清风小院的房间以后 他让桓儿拿来药箱 仔细处理小腿上的剑伤 料理好伤势之后 他便让桓儿退下休息 自己则进入密室里 又闭关修炼去了 今夜发生的几件事 让他意识到对手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除掉他了 如今他不仅不能出城 就连黄城内都不安全 在回家的路上都会遭到杀手伏击 他不禁猜想着 下一步对手会不会派人潜入祭府来暗杀他 一念至此 他对提升实力的渴望欲发强烈了 修炼 必须尽快凝聚剑胎 回到真远镜 既天行很快就进入修炼状态 专注修炼剑星之道 凝炼星的剑气 一夜时间很快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清晨时 他又凝炼了两道剑气 存储在体内的两个翘穴中 他恢复了12道剑气的实力 又强忍着凌迟般的痛苦 尝试着搬运剑气 往丹田储聚集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他又失败了 12道剑气储存在他体内的12个翘穴里 这些翘穴分布在他手背 手臂肩膀和胸口处 想要把那些剑气都搬运到腹部丹田储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他那柔弱的经脉 根本扛不住剑气的撕裂切割 既天行迫不得已地暂停了修炼 有些沮丧地躺在密室里休息 他闭着眼睛躺在地面上 脑海里不断思索着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何他炼成12道剑气之后 先后尝试了十几次 始终无法凝聚剑胎 难道是修炼出了岔子 或者修炼方法不对 第23章小公主柯柯 既天行的心理充满了疑惑 心情也有些忐忑 他所修炼的剑心之道 是一条另辟蹊跷 闻所未闻的修炼之道 如今他迟迟无法凝聚剑胎 陷入了瓶颈之中 短期内根本无法突破 而且 他没有别人或先辈的修炼经验 可以借鉴 只能靠自己领悟和摸索 这个独特的剑心之道 注定是一条崎岖坎坷 异常艰难的修行路 既天行想了很久也没有头绪 便想到了剑神之墓 他决定再次进入剑神之墓 好好观摩一下那几道墓碑 希望能找到问题的癥结 他摒弃凝神的集中精神 将意识聚集在丹田楚的黑洞里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他的意识很快就被黑洞吞了进去 既天行的身体留在密室中 意识却进入了一处冰冷幽暗的空间 刷 他的意识凝聚成半透明的身躯 外形长相跟他毫无差别 又进入了剑神之墓的空间 脚下依旧是冰冷坚硬的泥土和沙石 空中还是充满了灰雾 散发着死亡气息 虽然这是既天行第二次来这里 但他对这处空间依然感到兴起和敬畏 他的意识向前方飘去 沿途打亮着荒原上的情况 可惜四周的灰雾非常浓郁 仿佛永远也不会散去 阻挡着他的视线 让他根本看不到远处的情景 没过多久 他又来到了巨大如山的黑色剑碑下 剑碑上剑神之墓四个大字 还是那么锋芒毕露 凌厉着人 让他不敢多看 十八座漆黑冰冷的墓碑 依旧静静地矗立在剑碑的左右两侧 纪天行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是在左侧的九块墓碑上 看到了剑星之道的修炼功法 这次他特别留意右侧的九块墓碑 并经观察了片刻 右侧那九块墓碑上也刻得有古老文字 但不知为何 那些文字朦胧模糊 让他根本无法看清 纪天行猜想 那九块墓碑上的文字肯定更加深奥晦涩 凭他目前的境界还看不到 于是他收回了目光 走到左侧的几块墓碑前 他定睛望向第一块墓碑 想再次观摩墓碑上的文字 印证一下自己的修炼方法 到底有没有出错 然而 那块墓碑上竟然是一片空白 之前明明存在的一百多个文字 竟然全部消失了 这 怎么会这样 既天行有点傻眼 好在他早就把前五块墓碑上的文字牢记于心 已经能倒背如流了 第一块墓碑的文字消失 并不会影响他继续修炼 他连忙望向另外几块墓碑 幸好 其他墓碑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 既天行皱眉沉思着 第一块墓碑上的文字 记载的是剑星之道第一层 您练剑气孕育剑胎的方法 如今我已练成十二道剑气 只差一步就能凝聚剑胎 墓碑上的文字却消失了 难道说 我的修炼方法并未出错 墓碑上的文字消失 只是因为我已不需要那些修炼口诀了 想到这里 他心中才稍稍安定 又继续分析揣测着 如果我的修炼方法没错 那问题肯定就出在我自己身上 目前我最大的困难 就是无法把十二窍穴里的剑气搬运到 我的经脉根本承受不住剑气的切割 如果我强行搬运剑气 势必会把浑身经脉切断斩碎 那样我就算不死也会变成废人 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看来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的经脉不够强大 我必须想办法强化经脉才行 既天行曾是清云国第一天才 才思敏捷 武道修炼经验也很丰富 即便他修炼的是剑星之道 这种奇特的武道 也能凭自己的智慧将其领悟透彻 分析出问题的关键 用明白问题的癥结所在 他才安心地离开剑神之墓 既天行的意识回归身体 便睁开双眼坐了起来 他心中惦记着强化经脉的事 便立刻想到了赤心花 他从怀里摸出了铁盒 打开盒子望着里面的暗金色罗盘 低声呢喃着 父亲说赤心花可以修复丹田 强化经脉 补充真源 大幅增强实力 若是我能找到赤心花 就能利用赤心花强化经脉 增强实力 或许就能顺利凝聚剑胎了 还有六天赤心花就要出现了 从黄城到太叶山脉 就算骑最快的马也要两天 看来我该准备出发了 既天行离开密室 回到了房间里 此时已经市政五了 他吃过午饭后就开始收拾行囊 准备明天一早出发去太叶山脉 到了位时 环儿忽然小跑着进了房间 向既天行禀报消息 大少爷 苛苛公主来了 既天行愣了一下 露出一抹苦恼的微笑 小公主怎么来了 他把行囊藏了起来 走出房间 到院子里迎接小公主的到来 虽然姬苛是身份尊贵的皇室公主 但他自幼就爱缠着既天行玩闹 没事就偷溜出皇宫来找他玩 跟他的感情一直极好 那个古灵精怪 活泼调皮的小公主 经常会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点子 把既天行弄得哭笑不得 十分头疼 既天行心想 小公主今天又来祭府了 不知又会闹出什么事来 不依惠尔 小院门口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当先映入既天行眼帘的 是一位穿着绿山螺裙 脚踏金丝相遇靴的少女 少女约莫十四五岁的年纪 身材娇小可爱 白皙粉嫩的脸蛋还有点婴儿肥 一双清澈大眼十分灵动 她那白皙如玉的手腕上 带着一串火红的玉石手链 披肩的长发也梳成了几十根小便 看起来格外可爱 毫无疑问 这正是当今皇帝最疼爱的小公主姬科 一个小公主就够记天行头疼了 可她没想到 小公主身后竟然还跟着十几个人 那十几个人中 有六个相貌堂堂 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 还有一位气势威严 先锋盗鼓的白发老者 除此之外 人群后面还跟着八个身穿 进军铠甲的大内侍卫 竟然抬着四口沉重的大箱子 天行哥哥 我来看望你啦 小公主一边笑着跟记天行打招呼 一边指挥那八个大内侍卫 把四口大箱子抬进记天行的房间里 第二十四章等我的好消息 看着八个大内侍卫 把四口箱子抬进房间 记天行不禁皱起眉头 露出一抹苦笑 小公主 你这是要闹哪出啊 小公主即刻顿时撅起小嘴 语气称怪的道 天行哥哥 你是不是不欢迎人家啊 哼 枉费人家一片苦心 专门带了礼物来探望你呢 记天行连忙摆手道 哪里哪里 小公主大驾光临 我怎么会不欢迎呢 说吧 她望向小公主身后的欺人 疑惑地问道 咳咳 这几位是 当然是本公主带给你的礼物啦 小公主扬起小脸望着她 露出满脸真诚的微笑 六个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们 顿时面色古怪 洋装咳嗽两声眼是尴尬 呃小公主回过神来 连忙解释道 天行哥哥 你之前受伤时我来探过你一次 可惜你一直昏迷不行 后来我听说了你的事情 想再来探望你 却一直没机会出宫 所以 我今天带来了几位大师 还有我宫中的御医 让他们帮你诊治一下 天行哥哥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恢复伤势的 记天行这才明白 小公主此次来祭府是为了这件事 她心里躺过一丝暖流 微笑着对小公主说 自从我出事之后 我身边的人都只会看我笑话 曾与我有过节的人 都想让我死 没想到 可可你却还惦记着我 关心我 小公主正色看着她 语气郑重地道 天行哥哥 你要相信我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你遭遇了什么苦难和折磨 我都不会弃你而去的 我会永远都惦记你 永远关心和支持你的 虽然 在记天行的眼里 小公主还是个位长大的调皮小丫头 可她却看得清楚 小公主那充满真诚与坚定的双眼中 还藏着一抹情愫 她又何尝不明白 小公主之所以爱缠着她 经常溜出皇宫与她玩闹 正是因为对她有情义 但她之前跟林云飞有婚约 又一心一意地呵护着林云飞 所以小公主才将那抹情愫葬得极深 想到这里 她不禁露出一抹微笑 点点头道 苛苛 谢谢你 小公主甜甜一笑 很自然地挽着她胳膊往房间里走去 天行哥哥 之前我听说林云飞来祭府退婚了 要我说 这个婚约退了也好 天行哥哥你不要介怀 更不值得为她伤心 你那么优秀杰出 林云飞根本配不上你 我早就猜到了 这个女人就是别有用心 故意接近和利用你 可恶的坏女人 心机太深了 说起林云飞 小公主一副耿耿于怀 深恶痛绝的模样 气得翘脸饭寒 一提到林云飞 既天行眼底闪过一抹寒光 但很快就压了下去 两人进入房间里落座 又闲聊了几句 小公主便要让御医和几位大师给既天行诊治 经小公主介绍 既天行才知道 那个先锋盗鼓的白发老者 便是她宫中的御医 而那几位相貌堂堂 细度不凡的中年男子 也都是武道和丹药大师 在各自领域中都有极高的造诣 至于那四口沉重的大箱子 全都装着各种灵丹庙药和武功秘籍 还有一些炼丹的材料 刺口箱子里的东西价值起码超过五百万两 对小公主的这份心意 既天行连连摆手拒绝了 笑着解释道 苛苛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之前我即找高人诊治过了 目前我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要好好休养即可恢复 小公主虽然担心她 却不好强迫她 便让御医和几位大师退下了 天行哥哥 就算你不用御医和大师门诊治 可我送你那几箱丹药和材料 你必须收下 要不然 你也太不拿我当朋友了 既天行见她态度坚决 便也不再推辞 笑着点点头同意了 小公主这才露出笑容 压低声音对她说 天行哥哥 之前我缠着父皇和御医问过 我知道有一样东西 可以帮你快速恢复实力 太叶山脉里有种灵药叫齿兴花 据说六十年才出现一次 此花功效神奇 可以修复破损的丹田和经脉 大幅增强武者的实力 我皇爷爷自幼丹田破损 一生都无法修炼真元 他就是服用了齿兴花 才修复丹田成为通玄境高手的 天行哥哥 御医说齿兴花还有六天左右就要出现了 我决定去一趟太叶山脉 我要找到齿兴花来救你 听到这里 既天行心中一咯噔 脸色为变 他连忙摇头道 磕磕你不能去太叶山脉 那是云州内赫赫有名的死亡之灵啊 太叶山脉中必是凶险 还有无穷无尽的凶兽和强大的妖兽 稍有不慎就会丧命 而且 世兴花即将出现了 肯定有许多势力都吻风而动 届十个方高手齐聚 定然更加凶险 小公主却微笑着道 天行哥哥 你别担心 我会带上大内高手保护我的 倒是你 伸手重创后实力跌落到练体径了 你可千万别去太叶山脉 就留在祭福好好调养身体吧 我一定会找到赤兴花来救你的 你就在家安心等我的好消息吧 既天行满腔担忧 又劝说了小公主几句 但小公主心意已决 显然早就做好了打算和准备 态度十分坚定 谈完这件事后 小公主又与其关切地安慰她一番 叮嘱了她几句 然后才告辞离开了 送走小公主之后 既天行回到了房间里 望着那四口装满丹药和材料的大箱子 她嘴角露出了一抹苦笑 这个小公主为了我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她贸然前往太叶山脉 只希望她千万别遇到危险 虽然我也要去太叶山脉 但这件事我必须保密 不能对任何人说起 过了一会儿 既天行将装着丹药和材料的四口大箱子 一一搬进了地下密室里 她打开箱子看了一下 里面有许多武功秘籍和材料 以及几十个装着丹药的白玉小瓶 只可惜那些丹药大多都是疗伤和增强功力的 没有能强化经脉的丹药 到了夜晚 既天行离开密室 回房间里休息了 经过一夜的养精蓄锐 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背上包裹悄悄离开了祭府 赶往太叶山脉 第25章太叶山下 云龙混杂 离开皇城之后 既天行便骑马往西方及池 从皇城到云州的太叶山脉 中间要跨过一个青州 足足有两千里远 哪怕既天行骑着能日行八百里的双雪追风马 也得两天半才能抵达 她这次前往太叶山脉寻找齿心花 为了安全起见 行事特别谨慎小心 除了父亲继长空和她之外 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为了隐藏身份 既天行戴了一张黑铁面具 还穿着宽大的黑色斗篷 她在通往云州的官道上一路飞驰 途中也曾遇到许多商旅车队 虽然大多数人出于好奇 都会多打量她两眼 但在五道盛行的青云国内 为隐藏身份而戴面具或灭纱 并非什么稀奇事 第二天傍晚 她终于进入云州境内 在城里找了一间客栈住下 此时 她离太叶山脉还有三百多里 距离赤星花出现还有四天时间 到了第三天正午 既天行终于抵达了太叶山脉 进了山脉入口处的一座小镇 太叶镇 虽然她一路上坪平安安 并未遇到任何阻碍 但她连续赶路两天半 终究有些疲乏困倦 急需好好休养 进了太叶镇之后 她便在小镇上寻找能下榻的客栈 但这座小镇的位置太偏僻 镇子既小又落后老旧 镇上只有两条街 住着两百多户人家 街道也是狭窄又涌几 几天行找遍了整座小镇 也只看到一家客栈 这间红砖青瓦累气的来福客栈 算是镇上最大的几座建筑之一 毕竟 客栈有一栋三层小楼 还有一座还算宽阔的院子 平日里镇上人不多 商贩和铺子也寥寥无几 客栈门前更是门可罗雀 但镇天行走到来福客栈门前时 却看到一楼大堂里坐了三桌人 正在粗鲁豪放地吃喝着 那些人都跟他一样风尘仆仆 且各个配剑带刀 举手投足兼隐约献出杀气 显然都是行走江湖的舞者 镇天行略意私存 便猜到了这些舞者的来意 多半也是为了太叶山脉里的赤心花 这时 披着不惊的轻衣小丝从大堂里奔出来 笑盈盈地询问他是否要住店 镇天行要了一间上房 便不动声色地跨进了大堂 小丝朝大堂里吆喝了一声 就牵着双雪追风马从侧面进了后院 四弄马匹去了 镇天行刚进入大堂 几桌正在埋头吃喝的舞者们 便纷纷投来审视的目光 他戴着面具穿着黑衣斗篷 让人看不清底细 那些舞者们很快就收回了目光 继续低头吃喝 大堂里很安静 气氛似乎有些沉闷和压抑 镇天行摸出二十两银子交给掌柜 并让掌柜准备几个小菜 然后才上楼 客栈二楼和三楼是住宿的房间 他要的上房在三楼 靠近后院的左侧围墙 窗边不远处还有一棵两丈多高的大槐树 等小丝送来饭菜之后 祭天行采取下面具开始吃饭 吃完饭菜以后 他用热水洗了个澡 这才坐在床头休息 默默考虑着接下来的计划 距离赤星花出现还有三天时间 今天或明天进太叶山脉都不合适 赤星花还未盛开 进去太早难以找到 而且还更加危险 想了一会儿 他决定暂时再来服客栈里休养两天 等赤星花盛开的前一天再进山 不知不觉 几个时辰过去 很快就夜幕降临了 在这期间 又有好几拨人进了来服客栈 令得客栈里越来越热闹 祭天行一直待在房间里不露面 连吃饭都是让小丝送到房间里 到了第二天傍晚 客栈里的房间几乎快住满了 来来往往的舞者们大声谈笑 腰五喝六 使得大堂和后院都人声鼎沸 十分嘈杂 祭天行在房间里待得太久 觉得有些憋闷 便下楼去随意走走 他依旧穿着黑衣斗篷戴着面具 刚走进后院里 便看到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 每张桌子旁边都坐着两三个气息 惊悍的舞者 手里都握着刀剑 还大声地喊叫着 却任猎妖队招募队员啦 我们血润常年在各大山脉中猎杀妖兽 探险经验十分丰富 天杀小队招人 凡实力达到真元净者 皆可加入本小队 大家共同探索太叶山脉 搜寻赤心花 勇士们 快来我们勇士团啊 我们是云州大名鼎鼎的冒险团 既天行贴了一眼几个冒险队的舞者们 嘴角不禁勾起一抹冷笑 哼 这些人真是可笑 天才地宝 人人都想据为己有 互不相识的人结成一对 即便找到赤心花又如何 最终还不是要决裂厮杀 他对几个冒险队毫无兴趣 正要转身离开后院 却被一个魁梧结实的青年拦了下来 魁梧青年穿着棕色皮甲 手里拎着一口宝刀 咧嘴笑道 兄弟 加入我们勇士团吧 你一个人单独行动 只怕还没找到赤心花 就丧生于妖兽爪下了 咱们人多一起行动 才有机会 既天行不动声色的侧身避开 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 不避了 那魁梧青年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还有些惋喜地嘀咕道 难道又是一个高手 高手们都喜欢单独行动 这趟来找赤心花的人太多 高手也多 恐怕难以得手啊 既天行离开后院 走进了大堂里 此时的大堂 已经是人满为患 整整坐了十二桌客人 诸多舞者们围着桌子吃喝 不断搬出一坛又一坛美酒 酒杯与碗筷的碰撞声不绝于耳 既天行漫步穿过大堂 留心倾听了一下 便发现这些舞者们来自五湖四海 各个地方的口音皆有 而且 许多人是到了来福客栈才结识的 要么志同道合结成了小队 要么牵线搭桥地做起了生意 总而言之 来福客栈从未像今日这般热闹过 聚集在客栈里的上百号舞者们 也是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大小势力错纵复杂 但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泰叶山脉里的赤心花 第26章一律 身份暴露 回到三楼的房间之后 既天行采取下面具 他的表情有些凝重 心里沉甸甸甸的 虽然他早就料到 赤心花盛开之时 必定有许多势力闻风而动 赶到泰叶山脉来抢搏 但他没想到 仅仅泰叶镇上的一间客栈里 就已聚集了上百号舞者 这些舞者基本都有真元镜实力 其中还有好几个真元镜七重以上的高手 至于练体镜的舞者 倒是有好几个 但都是来凑热闹的 基本没有夺取赤心花的希望 对计天行而言 这间客栈里的舞者 都是他潜在的竞争对手或敌人 仅仅住在客栈里的舞者就如此多 那些并未住在客栈里 隐藏在暗中的视力和舞者又有多少 一想到这里 寄天行欲发觉的心头沉重 入夜之后 他吃过晚饭便盘膝坐在床上修炼 继续凝炼剑气 虽然剑气的数量已经达到极限 但他汲取天地元气 让每道剑气更加凝实 威力更加强大 等他把十二道剑气全部凝炼加强一遍 已经是三个时辰过去了 半夜三更的来福客栈 陷入了寂静之中 绝大多数房客都已安歇了 仅剩大堂里还亮着一盏灯火 寄天行收工之后 便走到窗前 准备关上窗户睡觉 但他的眼角余光忽然撇到 后院墙角处似乎有两道身影 正敲无声息地蠕动着 那两个舞者都穿着黑衣 似乎还戴了蒙面巾 动作非常谨慎 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尽管夜幕幽暗 但继天行隐约看到 那两人抬着一口大箱子 悄悄摸到了后门杵 两人悄悄打开后门 把箱子抬了出去 继天行皱了皱眉 隐约觉得其中有蹊跷 他下意识地出了房门 悄无声息地朝院子后门摸去 他穿着黑衣斗篷戴了面具 在夜幕中前行也不怕被人发现 等他追到后门杵 便看到那两个舞者抬着箱子 沿着院墙钻进了一条小巷 他捏手捏脚地跟了上去 为了避免被对方发现 不敢跟得太近 片刻之后 两个蒙面舞者抬着箱子摸到小巷深处 将箱子抬进了一间漆黑的房间里 然后他俩退了出来 悄悄返回来服客栈去了 纪天行躲在小巷的黑暗角落里 隐住呼吸没发出半点声音 等那两舞者离开后 他才钻进那漆黑的房间里 房间似乎多年没人居住了 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 到处都结了蜘蛛网 地上还铺满灰尘 落满了杂物 纪天行在黑暗中寻找摸索了一阵 才在墙角处的一堆木柴里 找到了那口大箱子 他试着提了一下 大箱子的份量很沉 就像是里面装了钢铁或石头一样 疑惑之下 他拿出火折子点燃火 借着微弱的火光查看箱子 只看了一眼 他就皱起眉头 眼中露出浓浓的疑惑 铁柱的箱子是锁着的 锁扣是一块巴掌大的齿轮 要旋转到对应位置才能打开 纪天行对这种箱子非常熟悉 因为 纪家的断气工房 都是用这种箱子来装武器装备的 它试着旋转黑色齿轮 将其拧到了对应位置 锁扣果然啪哒一声打开了 纪天行打开箱盖一看 箱子里赫然摆放着 二十多把焦鱼皮剑鞘的宝剑 焦鱼是海中的高阶凶兽 纪家的断气工房一般 只给旋转保剑配这种材质的剑鞘 纪天行随便拿起一把宝剑 查看了一下剑饼 便看到剑饼刻印着一个转体的剑字 它的脸色愈发阴沉了 眼中的疑惑之色更甚 又看了一眼剑刃上的花纹 那金刺花状的圆形花纹让它立刻断定 这把玄机宝剑 出自于黄城东郊的玄剑工房 果然是我既家锻造的宝剑 这二十四把玄机宝剑 价值超过了百万两 怎会出现在这里 东郊的玄剑工房 那不是二伯掌管的吗 纪天行心中充满了疑惑 总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 为了不被人发现 他把宝剑原封不动地放回箱子 又锁上了锁扣 随后他灭掉火折子 消无声息地返回了莱福客栈 然而 当他回到莱福客栈时 大唐里不断传来争吵与喝骂声 纪天行走进大唐时 便看到两道身影吐起胡落的搏斗着 更有刀剑撞击的叮当声不断响起 他听了两句就明白了 原来是客栈里人已住满 仅剩下最后一间房 正好有两拨人同时赶到客栈 于是就为了那间客房争吵起来 其中一拨人是三个青年 来自青云皇城 三人衣着华丽 气势尊贵 自然野心高气傲 说话时盛气凌人 另一拨四人来自民风彪悍的满洲 都穿着瘦皮衣裤 个个都留着落腮胡子和辫子 胳膊和胸前进士刺青 四人中为首者又是个火爆脾气 他可不管对方是皇城贵族 两句话不对付就把刀开打 双方的争吵打斗声 惊醒了十几个住客 纷纷跑到大堂来看热闹 祭天行本不愿灿合这种事 穿过大堂就要踏上楼梯回房间 但不巧的是 那真圆镜的白袍青年 一剑斩向额头有刺青的光头大汉时 被那光头大汉狠狠一刀劈在剑刃上 顿时 那闪烁着寒光的宝剑偏离了方向 直奔祭天行而来 白袍青年本就离祭天行很近 只有五步远 这一剑来的剑突然 速度又快如电光 尽管祭天行及时后退躲避 却也没能避开宝剑 顿时被剑刃化中了脸颊 当得一声脆响 他戴在脸上的黑铁面具 当场被宝剑斩成两半 当当一声摔在地上 祭天行顿时面色阴沉 双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那白袍青年和光头大汗瞥了他一眼 毫无表情变化 又继续撕打起来 不过 白袍青年的两个同伴一直在观战助威 这时目光落在祭天行的脸上 忽然发出一声惊异之声 咦 这不是 祭天行 祭家大少爷吗 嘿嘿 果然是曾经的第一天才 如今的祭大废物啊 居然连剑都避不开了 这要是捂伤了祭大少爷的脸 我们可赔不起啊 显然 那两个贵族青年都认识祭天行 当场就试破了他的身份 第27章你又是什么东西 大唐里安静下来 就连正在打斗的白袍青年 和光头大汉 也不约而同地停手了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祭天行身上 眼神玩味地打亮着他 虽然 在场的十几个舞者 大多数人都未见过祭天行 但众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号 近三年来 他皇城第一天才的名号 传遍了青云国 舞者同道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 十天前他又实力大跌 沦为炼体径三重的废物 成了青云国最大的笑柄 这件事让他的名声更加响亮 近期一直都是百姓们 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大唐里看热闹的十几个舞者们 都眼神熄悦地打亮着他 窃窃私语地议论着 偏偏那两个贵族青年中的 一个蓝袍青年 像是生怕别人 不知道祭天行的事迹一样 又肆无忌惮地嘲笑道 大家快看那 这就是咱们青云国的风云人物 祭天行 这家伙不但变成了 炼体三重的废物 还被林家大小姐当众退了婚 最可笑的是 这家伙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真是窝囊啊 说着 他还对祭天行露出满脸轻蔑的冷笑 祭大少爷 你悄悄跑到太叶镇来 难道是想抢博赤星花 靠赤星花来恢复实力 哈哈 你可真是痴心妄想 一想天开啊 蓝袍青年的话还没说完 众人便忽然感觉到 大唐里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分 刷 祭天行身影一闪便冲到蓝袍青年面前 响得一声拔出血龙剑 一剑刺向他胸口 蓝袍青年顿时大惊失色 下意识地后退躲避 他根本没想到 炼体境三重的祭天行竟敢对他出剑 他可是有真元净一重的实力 若非如此 他也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嘲笑祭天行 然而 祭天行的剑太快了 快得让他根本躲不开 眼看着他就要被血龙剑刺中胸口 当场毙命 他无比惊恐地发出一声惨叫 救我 血龙剑陡然变刺尾拍 啪的一剑拍在他脸上 强大无匹的力量 把他拍得脚步裂切 扑通一声啪在地上 他只觉得头晕目眩 脑袋像江湖一样昏沉 挣扎了几下都没爬起来 脸颊传来火辣辣的刺痛 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脸颊 才发现半张脸都肿得像蛮头 嘴角还在滴血 这时 祭天行来到他面前 血龙剑刷地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蓝袍青年顿时身躯僵硬 坐在地上不敢动弹 满脸惊恐地仰望着祭天行 祭天行居高临下的俯视他 浑身弥漫着冰冷杀气 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 出本少爷是废物 那你又是什么东西 蓝袍青年顿时羞愤欲死 整张脸都长成了猪肝色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大唐里一片极净 众人都不可置信地瞪着 祭天行和蓝袍青年 谁也不敢相信 传说已变成炼体镜废物的 祭天行 竟能一招击败真元镜的蓝袍青年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皇城里传出来的消息是假的 又或者 祭天行的实力已经恢复了 众多舞者们的表情都变得复杂 心中暗暗揣测着 蓝袍青年的两个同伴 也被祭天行的气势振折了 都表情僵硬地愣在原地 不敢轻举妄动 废物 祭天行满脸鄙夷的撇了蓝袍青年一眼 收回血龙剑转身离去了 大唐里的众人都望着他的背影 无疑人敢出手拦他 蓝袍青年更是屈辱到极点 气得浑身发抖 差点当场吐血 祭天行回到房间之后 却无一丝睡意 大唐里发生的事只是个小插曲 他并未放在心上 他竟静地坐在窗户边 暗中监视着漆黑的后院 两个时辰过去了 后院里始终没有动静 此时已经接近黎明 黎明前的黑暗 正是一天中人最困乏松懈的时刻 祭天行的精神也有些疲惫 心里暗想着 难道那些人今夜不会出现了 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那两道黑影又出现了 正敲无声席地朝后门摸去 他立刻精神抖擞 悄悄摸到后院里 跟着那两个黑衣人出了后门 不依惠尔 两个黑衣人钻进小巷子里 从破旧房间里把大箱子抬了出来 两人显然实力不俗 抬着大箱子轻松翻过小巷尽头的高墙 无声无息地朝太叶镇外赶去 祭天行连忙跟了上去 与那两个黑衣人保持十丈距离 悄悄赶往镇东方向 太叶镇东面是一片地势低缓的山脉 山脚下还有一条大河 流向百里之外的垂云城 一刻钟后 黎明到来 天际露出了一丝鱼杜白 两个黑衣人也已奔出了太叶镇 进入小镇东面的山中 往山脉深处赶去 祭天行跟踪两个黑衣人进山 足足跟了十里远 才在一座半山腰的破庙前停下来 此时已是蓄日东升 山中仍然聋着一层宝物 不远处的树林中传来阵阵鸟鸣声 野草与树叶上还有晶莹的露水 破旧的寺庙里寂静无声 山门和围墙早就倒塌了大半 房梁与狼岩上挂着许多蜘蛛网 祭天行看着两个黑衣人 抬着大箱子进了破庙 便悄悄爬上院墙外的一棵大树 他借着茂密之夜的掩护 躲在树梢上暗中监视着庙里的情况 没过多久 山脚下又奔来三个舞者 神色警惕地进了破庙 领头者是个身材瘦如竹竿 皮肤有黑 脸颊狭长如马脸的中年男子 跟在他身边的两个舞者 都穿着轻衣静装 像是随从或者护卫 三人进了破庙之后 那两个黑衣人立刻迎上来 双方低声交谈了几句 马脸男子就让随从抬着大箱子 脚步匆匆地离开了破庙 虽然祭天行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但也能猜到他们肯定在做交易 他满腔疑惑地皱起眉头 心中暗暗揣测着 他们交易几家的兵器 为何鬼鬼祟祟 遮遮掩掩 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过了一会儿 等马脸男子三人下山了 院子里的两个黑衣人才准备离开 似乎是交易顺利完成 他俩的心情很好 两人面带微笑地并肩走出破庙 还在低声交谈着 之前祭天行远远地跟踪他们 只能看到两人的背影 便一直觉得那个魁梧高大的舞者 似乎有些眼熟 此时 当他看清两个黑衣人的长相之后 顿时脸色变得有些阴沉 竟然是他 曲子锋 二伯手下的德力干将 第28章借刀杀人 曲子锋是季家二长老 麾下的德力干将 深受二长老的信任和器重 一直管理着东郊工坊 以前他曾多次进入季府 向二长老汇报工坊的情况 季天行对徐子锋并不陌生 在他的印象中 此人精明干练 形式稳重是大体 的确值得重用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徐子锋竟然出现在太叶镇 还鬼鬼祟祟的更一伙神秘人 交易几家的玄冰宝剑 难道此人中宝私囊 盗窃工坊里的玄冰宝剑私自贩卖 那一箱玄冰宝剑 价值超过了百万两 不行 我必须调查清楚 季天行暗暗雾紧了血龙剑 双眼中闪烁着哲人的寒光 此时 徐子锋和黑衣青年并肩走出破庙 正要往山下走去 季天行陡然从树梢上跳下来 刷得一声落在草地上 拦住了徐子锋和黑衣青年的去路 徐子锋和黑衣青年不防被有人从天而降 当即吓了一跳 满脸警惕地盯着季天行 看清季天行的面容之后 徐子锋顿时面色俱变 结结巴巴地道 大大大少爷 怎么是你 季天行眼神凌厉地盯着他 传声贺问道 徐子锋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到取季家的玄冰宝剑私自交易 徐子锋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连忙辩解道 大少爷你误会了 我对季家忠心耿耿 岂能做出这种事 季天行面色冰冷地踏步朝他逼近 再次冷喝道 误会 好 那你拿出刚才交易的手气 季家麾下的断气工房 每一笔生意往来都要上账目 凡是价值超过万两白银的交易 都需要方主开局的手气 尤其是那香悬冰宝剑 价值超过了百万两 更需要家主或长老亲手开局的手气才行 徐子锋听到手气二字 顿时脸色更加难看 眼神躲躲闪闪 不敢与季天行对视 季天行更加确信这笔交易有问题 便与其威严地喝道 徐子锋 本少爷料定你没胆子做出这种事 说 是谁指使你的 徐子锋的眼中闪过一抹犹豫 与黑衣青年对视一眼之后 便咬牙下定了决心 他在抬头望向季天行时 脸上布满了猙獰的冷笑 大少爷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这可是你逼我的 插了他 徐子锋对黑衣青年低喝一声 纵身一跃就扑向季天行 双手如鹰爪般抓向季天行的脑袋和脖子 他有真元净二重的实力 在他看来 即便没有武器也能轻易杀了恋体径的季天行 黑衣青年也有真元净一重的实力 双拳闪烁着淡淡红光 狠狠砸向季天行的胸口 找死 季天行面色冰寒的低喝一声 瞬间把出血龙剑迎了上去 刷 他倾尽全力地斩出一剑 逼退了杀气腾腾的徐子锋 见黑衣青年气势汹汹地扑过来 他又变换步伐地侧身后退 躲过了黑衣青年的双拳 当黑衣青年与他擦肩而过时 他毫不犹豫地一掌拍出 催动了手臂会棕穴里的剑气 砰 季天行一掌拍中了黑衣青年的后背 剑气从掌心中积射而出 钻进了黑衣青年体内 顿时 黑衣青年脚步踉跄地往前冲了六步远才停下来 他转过身还想扑向季天行时 却已是面色煞白 嘴角滴出了鲜血 浑身力量迅速地消散掉 李 你 黑衣青年双眼怒瞪着季天行 脸上布满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身躯摇晃的挪动脚步 再也支撑不住 扑通一声倒在草地上 渐渐气绝身亡了 徐子风亲眼看到黑衣青年被季天行一掌秒杀 顿时露出满脸惊疑之色 双拳攻击的速度也慢了几分 趁此机会 季天行连连挥动血龙剑 朝他刺出几道剑光 直指他的面门咽喉和胸口 徐子风被逼得手忙脚乱 只能连连后退躲避 七招之后 他慌乱中露出一个破绽 立刻被季天行一剑刺中了肩膀 无肩不摧的血龙剑 直接将他肩膀刺出一个血窟窿 露出了白森森的肩骨 徐子风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面色煞白 额头直冒冷汗 尽管他不敢置信 却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 季天行的实力绝非传言中的炼体径 极可能恢复到真圆境了 想到这里 徐子风在无一丝战役 纵身一跃退出两丈远 便捂着肩膀往山下逃去 但他还没逃出十丈远 就被季天行追上了 拉里逃 季天行怒喝一声 快如疾风地冲到徐子风背后 抖手一剑刺中他的后腰 当场将他刺翻倒地 还不等徐子风挣扎着爬起来 季天行就一脚踏中他肩头 将他踩在地上并用血龙剑抵住了他的脖子 说究竟是谁指使你干的 徐子风被压在草地上无法动弹 自知在劫南逃了 竟然露出一丝猙獰的冷笑 呵呵呵 真没想到 季大少爷隐藏得如此深 不过 你想从我口中逼问线索 下辈子吧 说着说着 他的气息越来越弱 口鼻中也不断涌出烟红的鲜血 短短片刻之后 他就闭上眼睛没了声息 季天行连忙将他翻过来 探了一下麦袭才发现他已经震碎心脉 自觉身亡了 该死 他竟然宁死也不肯松口 是谁让他成了死事 如此不惜性命 季天行面色阴沉地收回血龙剑 低声泥南自语着 徐子风自尽身亡 让他心中龙上一层阴霾 欲发觉的此事关系重大 若此事与他二伯父有直接的关联 恐怕会危及既家基业 他又在徐子风和黑衣青年的尸体上翻找了一遍 想看看能否找到线索 可惜两人身上只有一些碎银子和杂物 并无有用的线索 季天行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好离开破庙下山去了 一刻钟之后 待他下到了山脚 破庙里又走出来两道身影 为首者是个身穿轻袍的少年 身材挺拔鹦鹉 气质尊贵不凡 正是季豪 跟在他身后的中年男子 一身侍卫打扮 穿着黑色皮甲拎着宝剑 中年男子撇了一眼不远处的两具尸体 面色阴沉的道 豪少爷 这件事已被大少爷发现了 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要 一边说着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季豪皱了皱眉 面色阴沉的道 我们出手 不论事情做得多隐蔽 终究会留下痕迹 远不如借刀杀人 这里是云州 顾家的地盘 虽然云州刺史顾徐之远在皇城 但我记得 顾浩的生母就住在百里之外的垂云城 向顾家放出消息 就说记天行来太夜阵了 要进山寻找赤心花 我想 顾浩的母亲一定不会放过这个为儿子报仇的机会 另外 记得提醒顾家 记天行的实力似乎恢复到真远镜了 第二十九章刺客来了也是死 记天行回到来福客栈时 客栈里的住客们都还在沉睡 只有掌柜和小私们在忙碌 他回到房间 便盘膝端坐在床上运工修炼 之前为了秒杀徐子峰的同伴 他消耗了一道剑气 必须尽快补充 至于徐子峰私自交易悬兵宝剑这件事 他已决定追查到底 揪出幕后主使者 他有强烈的预感 这件事恐怕与他二伯脱不了干系 但他如今身在太叶镇 想调查这件事也无能为力 只能回到皇城以后再从长记忆 不依惠尔 他就进入修炼状态 汲取天地元气在惠宗血内凝聚剑气 时间快速流逝 到了正午 客栈里又热闹起来 人生鼎沸 有些喧闹和嘈杂 继天行一直修炼到傍晚才收工 他不但重新凝聚了一道剑气 还把十二道剑气修炼得更加凝实 威力更强 吃过晚饭之后 他早早上床休息了 但是到了后半夜 他正在熟睡之际 却突然听到窗外传来 弄插一声清响 他立刻惊醒了 下意识地伸手摸向放在床边的血龙剑 当他握住血龙剑 睁开眼睛的那一刹 就看到窗户大开着 一道黑色身影从窗外的树梢上跳起来 穿过窗户落在房间里 就是在地上一滚就朝床边扑来 此人的伸手十分敏捷脚健 速度极快 手中握着一把寒光四射的宝剑 狠狠朝记天行刺来 而且 他掌心与剑刃上亮着淡黄的真元光芒 显然是真元镜舞者 这一剑又快又狠 若继天行还在睡梦中 当场就要被刺死 围急关头 继天行根本来不及多想 下意识地挥动血龙剑抵挡 当得一声金属撞击声响起 血龙剑堪堪挡住了对方的刺杀 却被庞然大力震的战斗不已 继天行也被巨大力量震的朝后退去 差点撞在床头的墙上 他顺时翻滚一圈跳到床下 挥手一剑斩向黑衣刺客 黑衣刺客显然没料到他已经醒 自以为必杀的一剑被挡住了 不禁轻移了一声 剑血龙剑斩来 他身躯诡异地缩成一团 躲过血龙剑斩杀之后 朝记天行冲了过来 冲到记天行面前时 黑衣刺客的身躯陡然舒展开来 刷刷刷地连续刺出三剑 直指记天行的美星和咽喉等要害 记天行被三道剑光笼罩 只觉得遍体声寒 后背直冒凉气 他瞬间就判断出来 刺客的实力至少达到了真元净三重 他根本不是对手 千军一法之际 他只能全力挥剑抵挡 叮叮当当地撞击声再次响起 他又被震得倒退五不远 撞倒了一尊半人高的花瓶 花瓶顿时摔成粉碎 稀里哗啦的破碎声在客栈里传开 惊醒了许多住客 趁着记天行脚步不稳 黑衣刺客大喜过望地扑杀过来 挥剑刺向记天行的咽喉 记天行情急之下 下意识地朝黑衣刺客拍出一掌 打出一道剑气 修 两人距离太近 黑衣刺客猝不及防 顿时被那道剑气刺中左眼 啊 黑衣刺客惨叫一声 立刻收剑后退两步 用手捂着满是鲜血的眼睛 痛得浑身发抖 记天行心中暗叫一声好机会 他立刻反扑过去 再次挥掌拍向黑衣刺客的胸口 又打出一道剑气 尽管黑衣刺客瞎了一只眼睛 但他的实力确实强悍 在此围急关头还能保持冷静 全力挥剑斩出两道耀眼剑光 当得一声轻响 记天行打出的剑气便被宝剑劈碎了 混蛋 去死吧 黑衣刺客怒喝一声 力量和速度陡然暴增一倍 全力挥剑刺出了六道耀眼寒光 笼罩记天行全身要害 显然 他已爆发全部实力 勿求当场急杀记天行 然后远盾 记天行被逼得朝后退去 才退三步后背就撞到了墙壁 他已无路可退了 身前和两侧都被耀眼的剑光封锁 根本无处可躲 眼看他就要被剑光尺中要害 血剑当场 生死攸关之际 他仍然保持头脑冷静 双眼紧盯着森寒剑光的来世 想让我死 你也别想活 他竟然不退反镜 犹如送死般的冲向黑衣刺客 他右手挥剑斩出一片剑光 抵挡刺客的剑光斩杀 左手狠狠拍向刺客的脑门 当当当当 两把宝剑连续撞击四次之后 血龙剑终于被震飞了 砸在几天形身后的墙壁上 他的左肩和右腹除也各种一剑 被剑光化出一指掌的祸口 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与此同时 他的左掌也拍中了黑衣刺客的脑门 砰 闷响声中 他手腕楚阳持血里的那道剑气泵射而出 悄无声息地钻进了黑衣刺客的脑门里 呃 黑衣刺客当即发出一声温横 丢掉宝剑 双手捂着一出鲜血的脑门 脚步踉枪地朝后退去 你 李竟然 他死死瞪着季天形 满是鲜血的脸上露出浓浓的惊骇表情 可惜他连一句话都没说完 很快就生机断绝 倒在了地上 季天形连续释放了三道剑气 身体也十分虚弱 他强忍着伤势 从墙角除剑起血龙剑 在衣袍上割了几根布条 包扎左肩和右肤的伤口 这时 客栈里的住客都被惊动了 纷纷打开门窗向外张望着 几个舞者握着刀剑冲上三楼 来到了季天形的房间门口 房门被人哐当一脚踹开了 当先冲进屋里的舞者 是个身穿棕色皮甲 握着长刀的青年男子 季天形抬头看了此人一眼 辨认出他是勇士冒险团的团长 紧跟在他身后的五个舞者 都是他手下的成员 一群人涌进房间里 其中两人手里还提着油灯 众人看到受伤的季天形 又看了看地上躺着的黑衣刺客尸体 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好在 他们都是听到动静感来查看情况的 对季天形并无恶意 兄弟 没什么事吧 需要帮忙不 勇士团长走到季天形面前 咧了咧嘴 友善地问了一句 季天形摇了摇头 继续包扎伤口 勇士团长收回目光 提着油灯检查了一下黑衣刺客的尸体 从尸体上找出了一个钱袋和一枚徽章 他拿起徽章观察片刻 忽然变了脸色 低声对季天形说 兄弟 这个刺客是血一楼的 看来你惹上大麻烦了啊 季天形挑了挑眉头 疑惑问道 此话怎讲 勇士团长又凑近了一些 压低声音道 兄弟 血一楼是云州第一刺客组织 麾下有许多兄民赫赫的刺客 血一楼的刺杀成功率非常高 几乎很少有失败的例子 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是不甘休 不过 血一楼收的佣金非常昂贵 一般的势力也请不动他们 看样子 兄弟你是得罪大势力了 这态业症恐怕你是带不下去了 尽快动身逃命吧 第三十章该来的躲不掉 对于勇士团长的善意提醒 季天形点点头表示明白 又开口道了声谢谢 勇士团长也没多说什么 挥挥手就带着属下离开房间 下楼去了 季天形看得出来 云州大名鼎鼎的勇士冒险团 也对血一楼十分忌惮 不敢惨合这件事 事实上 就算勇士团长不提醒他 关于血一楼的消息 他也决定离开客栈了 目前他的身份已经曝露了 那些想知他与死地的势力 必定会接二连三的出手袭击 还有两天 赤星花就要盛开了 我今晚先在此疗伤 明天一早就离开太叶镇 尽快进入太叶山脉 季天形心里已有了计划 便从随身包裹里取出药粉止血 然后把伤口好好包扎处理了一番 料理完伤口 他才关上房门和窗户 又坐在床上运功修炼 继续凝炼剑气 至于血一楼刺客的尸体 他也懒得料理 就任其躺在地上 三个时辰之后 窗外的天亮了 季天形重新凝聚了一道剑气 存储在手腕处的羊齿穴 目前他体内只有十道剑气 实力比之前降低了两成 但他顾不上那么多 也没时间继续凝炼剑气 趁着客栈里的住客们还未醒来 他带着包裹和血龙剑 悄然离开了来扶客栈 太叶山脉位于小镇的南方 入口处是一座幽深的大峡谷 季天形出了小镇之后 便快速赶往太叶山脉的入口 对他来说 目前最佳的选择就是逃进太叶山脉 即便山中有许多凶兽和妖兽 也比留在太叶镇更安全 反正太叶山脉广阔无边 山中植被茂密丛林幽深 且一楼的刺客想找到他 无异于大海捞针 两个时辰后 季天形进入了大峡谷 沿着幽深的峡谷往山脉深处赶去 一进入太叶山脉 他就明显感觉到 湿润的空气中蕴含着浓浓的天地元气 让他浑身毛孔都舒展开来 峡谷两侧的丛林碧绿充裕 放眼望去竟是参天大树 地面也长满了茂密的荆棘花草等植被 济天行走在大峡谷中 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温润微风 听着两侧山林里传来的鸟兽鸣叫声 只觉得心旷神怡 精神都放松下来了 太叶山脉虽然危险 却是天地元气充裕的宝地 若是常年在此修炼 并能事半功倍 迅速提升实力 这还只是刚进入山脉 便让人神清气爽 若是找到山脉中的灵脉宝地 岂不更让人流连望返 想到这里 他从怀里拿出铁盒子 取出了盒子里的通灵星盘 通灵星盘上的指针轻轻摇摆着 来回晃动了几次之后 才稳稳地指向正前方 季天行明白 通灵星盘所指的方向 便是天地元气汇聚的灵脉之地 珍惜难得的天才地宝 大多都生长在元气汇聚的灵脉附近 于是他加快速度 朝着通灵星盘所指的方向赶去 午后卫时 季天行终于走出大峡谷 登上了一座千丈高的山峰 此时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高天上的烈日分外啄目 但季天行在山巅的丛林中穿行 却不觉得炎热 反而十分凉爽舒适 哪怕不看通灵星盘的指示 他也能清晰地感应到 这座山峰上天地元气充足 十分适合修炼 不过 这里还算不得真正的灵脉宝地 季天行从包裹里拿出干粮 随意吃了两口 歇息一阵之后 便继续翻山岳岭的赶往山脉深处 随着时间流逝 两个时辰很快过去了 到了傍晚 季天行已连续翻过三座山峰 登上了一座更加为恶的飓风 这座飓风高达两千丈左右 山巅被一片白云浓雾笼罩着 任凭山峰吹拂也不消散 眼看着夕阳即将落山了 季天行便留在半山腰上 准备在这座飓风上过夜 根据通灵星盘的指示 这座飓风便是天地元气汇聚的宝地 容易出现珍惜药材和其花异果 而且一晚在山脉中性走势极其危险的 体内蕴含天地元气的舞者 就像是黑夜里的明灯一样 必定会吸引无数凶兽和妖兽的围攻 趁着天黑之前 季天行在半山腰找到了一处还算干燥的山洞 他砍了几根树干 又搬来几块大石头挡在洞口 然后就坐在山洞里运功修炼 夜幕降临了 天空中亮起了点点繁星 山中却漆黑得不见五指 四面八方的山峰与丛林中 不断传来一声声哲人的寿吼声 令人毛骨悚然 季天行心无旁骛的凝炼剑气 修炼了半个时辰之后 便发现这座山峰上的元气果然充裕 他清晰感应到 无穷无尽的天地元气像潮水一样 从四面八方狂涌而来 汇聚到他的体内 在这座山峰中修炼 效果比他在祭府密室里还好一倍 以前他在祭府密室里修炼 需要三个时辰才能凝聚剑气 而在这个简陋粗糙的山洞里 他只用两个时辰就凝聚了一道剑气 四个时辰后 三更半夜之时 他就成功凝炼两道剑气 又恢复了十二道剑气的实力 他收工停止修炼 将雪龙剑抱在怀里 靠在洞壁上闭目养神 等待天亮之后再行动 但四周不断传来振振令人胆寒的受吼声 让他无法入睡 神经也一直紧绷着 不敢放松警惕 偶尔还会有各种沉闷的巨响声传来 仿佛有庞然巨兽在厮杀搏斗一般 甚至 他好几次都感觉到地面在震动 似乎有巨大的凶兽在山中奔跑 祭天行本以为 哪些凶猛妖兽们会渐渐安静下来 但他没想到 四面八方传来的受吼声越来越密集 各种杂乱的巨响声也越来越近 他终于意识到不妙 双手握紧了血龙剑 侧耳倾听着山洞外的动静 忽然 洞外的漆黑夜幕中 出现了一双核桃大的星红双眼 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传来 还伴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 祭天行透过洞口的石缝向外望去 隐约看到一头外形像猛虎的火红色巨兽正蹲在洞外 双眼死死盯着洞口 糟糕 那头妖兽发现我了 第31章给条活路行不行 那一杀 祭天行浑身的神经都绷紧了 后背悄然冒出了冷汗 他没指望几块大石头和几根树干就能挡住洞口 挡住洞外的那头火红妖兽 可他被堵在山洞里 根本无处可逃 连反抗的于帝都没有 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屏住呼吸 不发出半点声响 可他终究是低估了那头妖兽的智慧 火红妖兽在洞外蹲了约莫半炷香的时间 便按捺不住嗜血的欲望了 他缓缓攻起身 自朝洞口莫来 伸出硕大的爪子 轻而易举地将几块大石拨开 滚落到一旁的草丛里 哪怕是纵横交错地堵在洞口的几根树干 也被他那双聚爪轻松扒开 洞口失去了遮挡 纪天行和火红妖兽顿时就大眼瞪小眼的四目对望着 直到此时纪天行才看清楚 这头火红妖兽足有一丈长 通体长满了赤红毛发 血盆大口中露出两根筷子长得獠牙 竟然是火焰虎 中阶妖兽 纪天行身躯一僵 双眼中涌动着浓浓的忌惮与焦虑 在这个世界上 妖兽也是有强弱和等级之分的 普通的低阶妖兽 拥有相当于炼体静武者的战斗力 数量繁多十分常见 而中阶妖兽的战斗力 基本与人类的真元静武者相当 也能初步运用天地元气进行攻击 高阶妖兽的战斗力 则对应着人类的通玄静高手 至于更强悍的大妖 那都是已结成妖单 雄居异方的强者了 实力相当于人类的元单静强者 而眼前这头火焰虎 即天行能明显感觉到 其实力至少在真元静武中以上 望着那头火焰虎 他脸色十分凝重 心中暗暗呢喃着 我还真是够倒霉的 静山第一天就遇到中阶妖兽 这可是堪比真元静武中的火焰虎啊 稍有不慎我就要丢掉性命了 火焰虎的心红双眼紧盯着他 透露着嗜血的异味 血盆大口里也不断滴落咸水 他一步步朝洞口逼近 伸出爪子就要探进山洞里 把季天行抓出去 山洞里的空间太小 季天行根本无处可躲 围急关头 他猛然咬牙下定决心 低喝一声就挥剑冲了出去 该死的畜生 滚开 却龙剑铿枪出鞘 在夜幕中画出一道寒光 狠狠斩向火焰虎的爪子 火焰虎很警惕 并不急于全力扑杀季天行 立刻就收回爪子 趁此机会 季天行爆发毕生力量 刷得冲出了山洞 头也不回地脉开大步狂奔起来 火焰虎似是愤怒地滴好了两声 也像离弦之剑般追了上去 夜里山中漆黑如墨 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 季天行急于逃命 也不管方向对错 朝着前方的山林就冲了进去 他刚刚钻进山林里 火焰虎就紧随而至 碰得一声撞在一棵大腿粗的树上 火焰虎的速度慢了几分 那棵大树也被当场撞断 哗啦啦地倒在山林里 季天行顿时经的眼皮狂跳 心中暗暗咆哮 好可怕的力量 若是我被火焰虎撞中 岂不是要粉身碎骨 炼吉至此 他欲发不要命地狂奔着 再从林里快如疾风地穿梭 任凭那荆棘和树枝打在身上 将他浑身划出伤口和血痕 他也不管不顾 可火焰虎是山中霸主 在山林中飞驰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拉近了与他的距离 火焰虎追到他身后两丈远时 突然高高跃起朝他扑来 关键时刻 季天行纵身一跃杖鱼高 跳到了一棵大树的树梢上 惊险地躲过一劫 砰 火焰虎扑空了 一双前爪狠狠砸在草地上 当场砸出个一尺多深的坑凹 尘土与草屑混合着蹦剑开来 季天行继续飞奔着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面色苍白地喘息着 浑身衣衫都湿透了 二十席之后 他拼命狂奔了两里路 却还没甩掉火焰虎 不仅如此 更可怕的事发生了 山林里的其他妖兽被惊动了 也纷纷追了过来 一头蜂狼和两头火熊 也加入追杀队伍 跟着火焰虎一起追上来 一头火焰虎都差点要了我的命 现在又来三头中阶妖兽 老天爷 给条活路行不行 季天行满腔悲愤地低吼着 心里笼上了一层绝望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 那头火焰虎的速度慢了下来 不仅如此 就连那头蜂狼和两头火熊 也放慢了速度 季天行疑惑地皱起眉头 心中暗想着怎么回事 像火焰虎这种中阶妖兽 不可能这么快就历劫了吧 他多看了那四头妖兽几眼 便发现他们不仅放慢了速度 还紧盯着他前方的丛林 似乎有些犹豫和畏惧 没错 就是畏惧 季天行看得出来 那四头妖兽的眼中充满畏惧 似乎不敢靠近前方的漆黑丛林 他疑惑地望向前方的丛林 打亮了几眼却没看出端倪 夜幕下的那片丛林 漆黑幽暗 寂静无声 火焰虎和风狼这种中阶妖兽的智慧 只相当于人类的三岁孩童 能让他们感到畏惧的 一定是记忆深刻的事物 可那片丛林看起来很普通啊 为什么让四头妖兽感到畏惧 季天行疑惑不解 一边朝那片丛林逃去 一边四下打亮了几眼 这时他才突然发现 自己在慌乱中没辨认方向 竟从半山妖楚逃到了山巅来 他继续朝那片漆黑丛林逃去 并回头看了一眼深厚的四头妖兽 尽管火焰虎和风狼都对他垂涎三尺 追赶的速度却越来越慢 当他逃到漆黑丛林的边缘时 四头妖兽竟然不追了 再离他十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哦呜 吼 四头妖兽都死死盯着他 发出满腔不甘的低吼声 却终究不敢再踏出一步 看来他们真的惧怕这片丛林 呼 我终于有救了 季天行的星头大石终于落下 长出了一口气 不过他没在原地停留 转身钻进了丛林里 免得引来更多的妖兽围攻 万一某些妖兽不怕这片丛林 奋不顾身地扑过来围攻他 那他可就死定了 第32章十二尾冰湖 季天行在漆黑丛林里穿行一阵 就发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从外面看起来 这里就跟普通的丛林一样 可进入丛林后他才发现 林中只有一棵棵参天大树 没有荆棘丛和灌木丛 地面上连野草野花都不长 全都是黑核色的坚硬泥土 以及怪异灵循的巨石 许多灵循巨石之间 还有有黑的洞口 不知有多深 也不知里面躲藏着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是 这片丛林里没有 妖兽活动的踪迹和声音 也没有鸟叫声 甚至连虫鸣声都没有 太安静了 偌大的丛林完全死即无声 像是没有任何活物存在 季天行心中保持警惕 一边在林中穿梭 一边打亮四周 他回想起那四头妖兽 充满畏惧的眼神 忽然猜到了他们畏惧 这片丛林的原因 这片丛林如此极静 恐怕有古怪 就在这时 他身后不远处的一块灵循巨石下 陡然亮起了一道冰蓝色的光芒 那是一道胳膊粗细的冰蓝光滑 从巨石下的有黑洞口里冒出来 像触手一般悄无声息的身道 季天行身后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那冰蓝光芒就卷中了他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他身上缠了几圈 把他缠得像个粽子一样 什么鬼东西 季天行顿时一惊 下意识地发出一声低喝 拼命挣扎着 可那冰蓝光滑肩不可摧 力量大的可怕 他根本无法挣脱 刷 冰蓝光滑像触手般拽着他 把他扑进了巨石下的黑洞里 季天行只觉得眼前一黑 就掉进了一个漆黑的无底深渊里 急速地向下坠落 大概是几个呼吸以后 又像是过了几个月那么漫长 他的坠落速度终于缓慢下来 模模糊糊的 他仿佛看到脚下有一层冰蓝色的水泡出现 然后他穿过那层巨大的水泡 进入了一个广阔空旷的山洞 翁在他即将坠落到地面时 缠在他身上的冰蓝光滑骤然收紧 把他吊在了半空中 总算停下来了 再不停下来 我直接摔在地上 肯定地摔死 季天行看了看脚下不远处的岩石地面 总算松了口气 他冷静下来 便扭动脖子打亮四周 这是一个光线幽暗的山洞 看起来像是人工开凿的 大概有计幅那么大 哪怕容纳上万人都不觉得拥挤 山洞的地面是黑核色的岩石 有些粗糙不平 许多地方还凸起大块大块的锋利棱角 四周的核色洞壁还算平整 洞壁上亮着星星点点的围光 像是某些矿石或宝石发出的光芒 至于洞顶 既天行仰头望向头顶上方 顿时惊呆了 只见 他头顶正上方的幽暗空中 正悬浮着一头巨大无比的冰蓝色妖兽 那是一头体长百丈的巨兽 浑身长满了冰蓝色的毛发 外形看起来很像狐狸 但那只狐狸的体型堪比宫殿那么大 浑身都是冰蓝色的 还长了12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当初既天行看到云摇旗城的灵鹤石 便已经觉得惊奇和震撼了 可现在看来 那只灵鹤跟他头顶着纸冰蓝狐狸相比 简直就是可怜的小不点 这是高阶妖兽 还是凝结妖丹的大妖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妖兽之王 九尾妖狐 可他有12条尾巴啊 既天行竭力保持冷静 心中暗暗揣测着 若不是身上的伤口不断传来剧痛 让他知道眼前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真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难怪那四头妖兽不敢靠近山边的丛林 原来这里藏着一个巨大山洞 洞里有一头惊世骇俗 恐怖无比的巨兽 在既天行盯着冰蓝巨狐时 那只冰蓝巨狐也正居高临下地打亮着他 既天行清楚地看到 冰蓝巨狐那硕大的银色双眸里 竟然蕴含着人类才有的信念冷笑 嘿嘿 我的食物 你看够了没有 忽然 冰蓝巨狐开口说话了 与其正如他的眼神那般信念 既天行顿时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叫道 你 你竟然会说人话 冰蓝巨狐笑着眯起了眼睛 双眼犹如柳叶般狭长 颇有几分狡诈之意 以我的智慧和实力 会说人话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既天行忍着心中的震惊 连忙问道 传说中 妖兽之王九尾妖狐能口吐人言 甚至能化为人形魅惑人类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妖王九尾狐 九尾妖狐 冰蓝巨狐撇了撇嘴 语气很不屑地道 谢 那种低等妖兽岂能与我相提并论 既天行沉默不语 心情愈发沉重了 暗暗想道 传说中的妖王 实力足以媲美天元境的强者 这指冰狐难道超过了妖王境界 也不知道我是太幸运还是太倒霉 竟然连这种传说中的顶尖强者都能遇到 这时 冰蓝巨狐缓缓缓扭动身子 张开了藏在腹下的一对冰蓝色翅膀 从高空中飞下来 我的猎物 我已经好几年都没尝到人肉的滋味了 现在 你要敞开心扉 满怀愉悦地迎接我的品尝 嗯 这是你的荣幸 你应该感到骄傲 既天行顿时面色一变 心中暗骂道 这妖怪脑子有病吧 你都要吃我了 我还满怀愉悦 不过 这妖兽不是狐狸吗 怎么像鸟一样长了翅膀 如此怪模怪样的妖兽 我却从未听说过 冰蓝巨狐张开血盆大口 离既天行越来越近 眼看着就要把他一口吞下了 情急之下 既天行只好随便找了个别角的借口 喂 你不能吃我 冰蓝巨狐果然停了下来 笑眯眯地问 为什么 既天行故作冷静地说道 我 我还没洗澡呢 我身上又脏又臭 衣服和袜子已经好几天没换过了 说吧 他还偷瞟了一眼冰蓝巨狐的反应 不放心地追问道 你的口味不会那么重吧 第33章神秘黑洞 冰蓝巨狐似乎被既天行说动了 竟然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你说得不错 食物不够干净的话 的确影响我的胃口 说吧 他挥了灰前爪 打出一道冰蓝色的光柱 那光柱立刻化作一团翻涌的水流 缠绕着既天行冲刷起来 刷刷刷 眨眼间 既天行就被冰冷刺骨的水流 从头到脚冲刷了一遍 身上的灰尘血迹全都消失了 冰蓝巨狐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笑咪咪的道 嗯 现在干净了 我要享用食物了 既天行无语了 心中充满了无奈 在这种实力强大到恐怖的妖王面前 就算他冷静地想办法拖延时间 也绝无一丝逃跑的可能 既然如此 他只能爆发全部力量 拼了命地挣扎 他紧咬牙关 动用了毕生力量 使得浑身肌肉都暴突出来 骨骼也发出弄叉弄叉的脆响 他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 体内精气也像洪水般奔流 发出沉闷的声响 炼体静九重的舞者 爆发毕生力量之时 能轻易举起千斤重的铜顶 既天行的肉身力量 比普通的炼体九重舞者更强一倍 起码有两千斤距离 然而 缠在他身上的冰蓝光柱 好似零食一般坚韧 根本无法撼动 冰蓝巨狐见他拼命挣扎 反而不着急吞噬他了 笑咪咪地说 我的食物使劲挣扎吧 比越是拼命挣扎 浑身血液就愈发滚烫 肉身精气也更加浓郁 我也能品尝到更加饱满鲜嫩的血肉 那可是美味啊 我最喜欢看着我的猎物顽强挣扎 然后在万般绝望中被我吞进肚子里 嘿嘿嘿嘿 冰蓝巨狐笑得十分狡诈 眼神邪魅地盯着既天行 似乎非常享受和期待 既天行心中悲愤 却紧咬着牙关不吭一声 不发全力地挣扎着 他的身躯开始扭曲 肌肉与骨骼膨胀增大 显然力量爆发到了极限 冰蓝光柱也终于松动了一些 缓缓地转动着 冰蓝巨狐挑了挑眉头 语气玩味地道 呵呵 没想到你还有几分本事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若你能挣脱 那我就饶你一命 若是你争不脱 那就只能乖乖地被我吃掉 既天行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拼命爆发出更加狂暴的力量 浑身皮肤都冲血变得赤红 甚至 为了增强爆发力量 他不惜动用了体内的12道剑气 翁 一阵剑气震战的翁名声中 12道剑气全部从他体内飞了出来 围绕在他的四周 刷刷刷 12道金色剑气快速旋转着 亮起了明亮的金光 发出阵阵破空声 只此生死关头 既天行被激发了无尽潜力 才发现体内的剑气原来还可以这样操纵 他冷静地操纵12道剑气 旋转着切割缠在身上的冰蓝光柱 叮叮当当 然而 12道剑气撞击在冰蓝光柱上 发出一连串的脆响 却没能取得任何效果 冰蓝光柱坚不可摧 无论剑气多么锋锐都无法撼动 毕竟 既天行的实力比冰蓝巨湖差太远了 力量层次有着天壤之别 短短片刻时间 既天行的心神就支撑不住 再难操纵那12道剑气 刷刷刷 12道剑气纷纷钻回他体内 躲进12道翘穴里沉寂了下来 既天行的力量和精神双重透支 只觉得两眼发黑 意识也逐渐变得模糊了 难道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 被这只该死的狐狸当成食物吃掉吗 我不甘心 我还没找到赤心花 还有大愁未报啊 既天行满腔不甘地想着 终于闭上眼昏了过去 冰蓝巨湖露出一抹略失望的表情 自言自语地道 唉 你就只有这点能耐 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 说吧 他张开肩掌的大嘴 露出两排锋利的獠牙 朝既天行咬了下去 昏迷之中的既天行毫无知觉 眼看着就要被冰蓝巨湖一口吞下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他腹部丹田除陡然冒出了一道有黑光团 勃发出冰寒的死亡气息 刷 那有黑光团瞬间扩大万倍 变成一道宫殿大的黑洞 笼罩了冰蓝巨湖 黑洞中散发着死亡寒气 还有无比强大骇人的神秘气息 冰蓝巨湖顿时被吓得脸色大变 银色双眸中露出浓浓的惊恐眼神 这是什么 他忍不住尖叫一声 下意识地往后退去 要远离那道神秘的黑洞 然而 黑洞内的黑光急速旋转起来 我发出恐怖绝轮的吞噬力量 将冰蓝巨湖笼罩了 冰蓝巨湖无法动弹 满眼惊恐地悬浮在空中 只能绝望地承受着神秘力量的吞噬 无数道冰蓝光滑从他体内飞出来 像剑雨般密集地飞向黑洞 被漆黑血沫吞了进去 冰蓝巨湖立刻察觉到 体内的磅驳力量正在飞速流逝 身躯也在逐渐缩小 那的黑洞 他竟然要吞噬我的力量 啊 不要啊 该死的混蛋 怎么会这样 冰蓝巨湖既愤怒又惊恐 双目喷火地怒视着记天行 把他恨透了 可记天行正在昏迷中 毫无知觉地飘浮在半空中 对这一切都不知晓 冰蓝巨湖力量流逝得越来越快 体型也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半个时辰之后 他的功力流逝了四成 体型缩小了一半 一个时辰过去了 他的功力流逝了八成 体型收缩到房间大小 黑洞依旧笼罩着他 持续不断地吸收他的功力 让他的体积继续缩小 不仅如此 冰蓝巨湖满脸骇然地发现 那神秘黑洞不但吞噬了他的功力 还把山洞内的天地元气都吞噬了 恐怖的吞噬力量 竟然在偌大的山洞内刮起了狂风 肆虐席卷着洞壁和地面 四周的洞壁上 有许多蕴含天地元气的宝石 宝石里的天地元气竟被黑洞吞噬完了 闪闪发光的宝石也变成了无用的破石头 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 山洞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四周的洞壁裂开了一条条缝隙 有无数碎石滚落下来 笼罩着整座山洞的冰蓝色水炮 竟然也剧烈震荡起来 炸开了道道裂缝 弄叉弄叉的破碎声不绝于耳 轰隆隆的沉闷巨响声在山洞里激烈回荡着 整座飓风都摇晃起来 地洞山摇的巨大动静 让冰蓝巨湖惊恐到极点 怎么会这样 那黑洞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连那个人布下的结界阵法 也要被黑洞毁掉吗 第三十四张赖定你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寄天行悠悠行转 他只觉得光芒有些刺眼 便下意识地伸手揉了揉眼睛 下一刻 他突然惊醒 刷得从地上坐起来 他抬头一看 便看到天空中有一轮烈日 洒下火辣辣的阳光 已经到正午了 我不是被困在山洞里吗 他心中惊疑地扭头打亮四周 看清周围的景象后 不惊愣了一下 他仍然在那的巨大空旷的山洞里 不过山洞已经崩塌破碎了 地面上到处都是巨大的裂缝和篝货 还散落着许多巨大的碎石 四周洞壁都崩溃破裂了 露出一条条巨大的裂缝 隐约还有光线从裂缝里照进来 离他不远外的一条巨大裂缝 足足有几十丈宽 好似一条峡谷般 既天行的目光透过峡谷 能清楚看到对面的一座碧绿大山 发生了什么事 这座山洞怎么塌了 他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活动着酸痛的脖子和身体 一边观察四周的情况 这座山洞好像在大山的内部 离山巅起码有千丈高 以我现在的情况很难爬出去 不过山洞崩塌了 整座大山好像都裂开了 我可以从裂缝里钻出去 既天行很快就冷静下来 决定从那条最宽的裂缝里逃出去 他四下寻找一番 就找到了掉在乱石堆里的包裹和血龙剑 他捡起血龙剑 正要去捡包裹 包裹却翻动了几下 从里面探出来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枪 既天行顿时一惊 下意识地拔出血龙剑 挥手一剑斩过去 那毛茸茸的小脑袋却立刻缩回包裹里 还满枪焦急地大喊道 不要啊 别杀我 既天行顿时移了一声 表情古怪地盯着包裹里的小脑袋 那毛茸茸的小脑袋成冰蓝色 双眼却是银色的 透露着脚霞的意味 既天行立刻认出了他 你 你不是那只该死的狐狸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一边说着 他一把拎住冰壶的小脑袋 把他从包裹里揪了出来 他还是浑身长满冰蓝色毛发的模样 依然有十二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不过他的体型却缩小到极点 只有一只猫那么大 力量也无比孱弱 既天行拎着小冰壶仔细打量着 表情变得愈发古怪了 即便他再怎么冷静机智 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原本他必死无疑 要成为冰蓝巨狐的食物 可他昏迷的沉睡半日之后 醒来却发现煽动他了 大山也崩裂了 就连强大无比 狡诈又邪魅的冰蓝巨狐 也变成了一只刃有宰割的小猫 对这只差点吃掉他的冰壶 既天行没有半点怜悯之心 掐着他的脖子鹤问道 说在我昏迷的时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小冰壶转了转眼珠子 心里暗想道 哼 看来这家伙还不知道 那个神秘的黑洞 嘻嘻 我又救了 他象征性地挣扎了两下 语气愤愤地道 我可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但你要保证不杀我 既天行皱了皱眉头 冷笑道 呵 你还敢跟我讲条件 信不信我现在就一剑杀了你 说吧 他就用血龙剑的剑尖抵在小冰壶的脑门上 小冰壶却毫不畏惧 还俱咬地昂起小脑袋 不屑地道 你要是杀了我 就永远别想知道真相了 那剑是非常神秘 非常恐怖 肯定是你身上最大的秘密 难道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既天行有些犹豫了 默默地放下了血龙剑 山洞崩塌 巨大山峰破碎 妖王静的冰蓝巨狐变成了小猫 功力尽失 这些怪事都跟他有关 他当然想知道真相 小冰壶见他收回了血龙剑 满脸疑惑地私存着 便得异地笑道 既然如此 我就当你答应了 不许反悔啊 既天行美好气地瞥了他一眼 喝道 少废话 快说 小冰壶不满地瞥了撇嘴 慢条思理地道 你昏迷之后 体内就突然冒出来一个黑洞 把我的功力全部吞噬了 所以 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个可恶的混蛋 黑洞 既天行唯唯一睁 眼底闪过一抹一色 他瞬间就明白了 小冰壶所说的黑洞 就是他丹田储的黑洞 肯定是黑洞里的剑神之墓 在关键时刻救了他 吞噬了小冰壶的功力 没想到 剑神之墓还有这般神奇的功效 带我回去之后 并要好好研究一番 既天行打定了主意 又对小冰壶贺问道 那这座山洞是怎么回事 小冰壶眨了眨眼 不假思索地道 我也不知道啊 当时我功力尽失 也昏过去了 既天行眼神冰冷地 盯着他 看到他那天生狡诈的眼神 便知道他肯定在说谎 哼 你好自为之吧 他冷恒一声 拎着血龙剑 背起包裹便往不远处的 山体裂缝走去 小冰壶连忙跟上去 一步一驱地跟在他身后 既天行立刻停下脚步 扭头目视着他 问道 你跟着我干什么 走开 小冰壶丝毫不动怒 还理直气壮得道 是你吞噬了我的功力 把我害成这样的 我当然要跟着你 既天行顿时冷笑道 小东西 我没一见杀了你 已经够仁慈了 你不要再挑战我的怒火 小冰壶立刻皱起眉头 憋着脸 露出一副气呼呼的委屈模样 你这个混蛋 你不讲信用 你们人族都是这样背信弃义的妈 什么叫不讲信用 既天行紧皱着眉头 沉声喝道 我只答应过不杀你 可没答应要带着你 那我不管 你必须戴上我 还要保护我 小冰壶一副撒泼赖定他的架势 郁闷地嘀咕道 你把我害成这样 又想把我丢在这里 就是想害死我 既天行见没一条 目露凶光地喝道 你什么意思 赖上我了是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一剑杀了你 省得你纠缠不休 一边说着 他做事要拔出血龙剑 小冰壶却伸出毛茸茸的小爪子 死死保住他的脚腕 委屈地哭喊道 你若是真想杀我 那你尽管杀吧 反正我留在这里 其他妖兽肯定会来报仇 把我分尸的 我还不如死在你的剑下呢 至少我能化成怨灵 一辈子缠着你 第三十五章 他竟然也来了 对于小冰壶的死缠烂打 既天行婆有些头疼和无奈 他没好气地一脚踢开小冰壶 黑着脸问道 你也是妖兽 就应该与妖兽为伍 其他妖兽为何会找你报仇 小冰壶轻蔑地冷恒一声 声音闷闷地说 哼 我怎么可能与那些低等妖兽为伍 我可是太叶山脉的霸主 之前我一直盘踞在悬冰洞里 被困了百年都无法离开 我饿了就抓几头妖兽来吃 无聊憋闷的时候 也会抓一些强大妖兽来逗乐解闷 整个太叶山脉里 不知有多少强大妖兽被我折磨过 要是哪些妖兽看到我变成现在这样 肯定会不顾一切来报仇的 听到这里 既天行的脸色连连变换 心中生出了诸多疑问 他脸上的冷笑之色更甚 满脸嫌弃的道 既然这样 那我更不可能带着你 李若跟在我身边 不知要引来多少妖兽 小冰湖连连摇头 与其自信的道 就算会引来其他妖兽报复又如何 我是这片山脉的霸主 整个太叶山脉中 没有我不了解的地方 哪个角落有什么宝物药材 我都清清楚楚 李孤生一人进入太叶山脉 肯定是为了寻找天才地宝 若是有我的指点 保证让你事半功倍 找到无数菱花菱草 既天行沉默了片刻 权衡考虑着 他很清楚 小冰湖的话虽有些夸张的成分 但也基本能相信 只是他觉得此事有许多疑点 还需慎重考虑一番 小狐狸 你可知道赤心花 小冰湖见他松口了 便知道此事有希望 连忙点头道 当然知道啦 六十年前我还吃掉好几个寻找赤心花的人族高手呢 既天行皱起眉头 黑着脸道 能不提吃人的事吗 告诉我 赤心花在哪里 这个麻 小冰湖眯了眯眼睛 露出一抹狡辖的笑意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但我保证能带你找到赤心花 既天行有些愤怒 恨不得把这只狡猾的小冰湖抱揍一顿 他从怀里掏出了通灵星盘 冷笑着道 你以为没有你 我就找不到赤心花了吗 我这块通灵星盘 能指引我找到它 小冰湖盯着通灵星盘观察一阵 便与其轻蔑地笑道 呵呵 就凭这块破罗盘也想找到赤心花 你太小看赤心花了 等你用罗盘找到赤心花 肯定是空欢喜一场 因为你找到的必然是赤心花的假身 至于赤心花的真身 早就飞走了 飞走 既天行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太相信小冰湖的话 赤心花只是一株灵药而已 又不是有智慧的飞鸟 怎么可能飞走 不过小冰湖没有解释的意思 既天行也不再追问此事 他将通灵星盘收起 又继续问道 你刚才说 你在玄冰洞里被困了百年都无法离开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还有 你究竟是什么妖兽 为何被困在那个山洞里 你必须老老实实告诉我 否则我绝不会带着你离开这里 小冰湖犹豫了一下 眼中露出一抹回忆的神色 低声说道 其实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妖兽 或许我根本就不是妖兽吧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被一个可恶的人族混蛋带到这里来了 那个混蛋非常强大 悬冰洞就是他开凿出来的 他在山洞里布下了结戒阵法 把我丢在悬冰洞里修炼 还说百年之后才会带我离开 这百年里 无论我如何修炼 实力变得如何强大 都无法离开悬冰洞 那个混蛋布下的结戒法阵太强了 我挣扎得越厉害 受到的反噬就越狠 如今百年期限将至 估计最多两年之后 他可能就会来找我了 但是 我恨透了那个混蛋 他把我害得这么惨 我绝对不会跟着他 为他所用 济天行打亮了小冰湖几眼 看到他那双阴谋中 涌动着冰冷的恨意 他心里暗想着 传说中的妖王 都是修炼了几百上千年的老妖怪 这个小冰湖才修炼百年时间 就有妖王境的实力 看来他绝非普通妖兽 虽然他现在死缠烂打地跟着我 但他恢复实力之后 肯定会想方设法地杀了我 等我找到痴心花后就把他甩开 免得带着这个祸患在身边 早晚要违及性命 打定主意之后 济天行便带着小冰湖离开山洞 钻进了巨大的山体裂缝中 虽然小冰湖失去了功力 变得渺小缠弱 但悬冰洞和结界阵法被毁了 他终于得到了自由 心情还是极其愉悦的 济天行握着血龙剑 背着布包裹赶路 他就钻进包裹里 只露出个小脑袋四下张望 偶尔还跟济天行闲聊两句 半个时辰之后 济天行穿过巨大裂缝 从乱石堆里爬出来 终于回到了半山腰 他转身望向山巅 便看到整座山都裂开了 山巅完全消失了 像是被凭空削去了一样 原本整座大山都被墨绿色丛林覆盖着 此刻却露出十几条巨大的土黄色篝祸 能清晰看到山腹的岩石层 如此惊天动地的动静 简直如天灾一般 绝非人力所及 济天行心中有些触动和震撼 欲发觉得体内的剑神木够神秘 太强悍了 就在这时 一只结白如雪的巨大灵鹤 正轻轻煽动着巨大羽翼 从高天上悠然飞过 飞向山脉的深处 济天行顿时眉头一挑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一声泥难道 他竟然也来了 难道也是为了齿心花而来 虽然他认出了那只灵鹤 却没看到白衣家人的身影 不过他知道 云瑶肯定来太叶山脉了 小冰狐也探出脑袋 仰望着高天上的灵鹤 笑眯眯地道 哎哟 那只灵鹤背上的小妞挺不错麻 胸大腿长 肤白貌美 若是能娶回家当老婆 不知多少人要羡慕嫉妒 嘖嘖 他的语气有些暧昧 但更多的是调侃异味 说完还眼神狐媚地 撇了季天行一眼 季天行顿时皱起眉头 用剑悄敲了一下他的小脑袋 美好奇地道 你这只似狐狸 从哪谁来的这些轻浮之言 若是让他听见了 并要把你八皮抽筋 盖来吃了 不过 你的眼力这么好 竟能隔着这么远 看到灵鹤背上的女子 小冰狐扬起小脑袋 语气得意地道 那是当然 别说现在是白天 就算是在漆黑的夜晚 方圆时里之内的一切 我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这些都不值一提 若是我能恢复实力 你根本想象不到我的实力和手段 究竟有多么恐怖 第36章麻烦大了 离开崩塌的大山之后 季天行带着小冰狐往山脉深处赶去 赶路的途中 他心里还在默默地盘算着 今天应该就是赤星花盛开的时间 太夜镇上的那些舞者们 肯定也已经进山了 我必须尽快找到赤星花 否则被其他舞者们得手 那就麻烦大了 然而太夜山脉十分广阔 连绵上千里 山脉中不知有多少座高山 纵然季天行有通灵星盘在手 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找出赤星花的生长之地 心中焦急之下 他便开口询问小冰狐 小狐狸 赤星花在哪座山上 小冰狐正蜷缩在包裹里睡觉 听到季天行询问 头也不抬地达到 具体在哪座山上得等我们到了那片区域才知道 这里离那片区域还远着呢 反正你继续往前走就对了 如此敷衍地回答 季天行当然不满意 他一把将小冰狐拎了出来 表情凝重地盯着他 语气低沉地道 小冰狐 赤星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必须得到他 你若是敢耍花招 我定不饶你 小冰狐却丝毫不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上 仍是一副懒洋洋的姿态 他伸了个懒腰 笑眯眯地看着季天行 喂 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 我可是太叶山脉的霸主 在这里盘踞了上百年时间呢 区区一株赤星花而已 天黑之前我一定带你找到他 季天行见他不似在说谎 便暂时相信了他 继续在山林中穿梭赶路 小冰狐也不睡觉了 懒洋洋地躺在包裹里 养着小脑袋闭目养神 还跟季天行闲聊了起来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季天行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 季天行 小冰狐轻笑道 那我叫你什么 小季 阿季 还是小天行 哪个好听点 你选一个吧 季天行黑着脸 不耐烦地道 能把小子去掉吗 好吧 老季你实力这么弱 为何还跑到太叶山脉来找赤星花 季天行的脸色更黑了 喂 你干嘛不说话 季天行忍无可忍了 周梅鹤道 你一个活了上百岁的老妖怪 竟然喊我老季 你好意思吗 哎呀 别这样说人家麻 小冰狐轻笑着洋装撒娇 声音娇滴滴地说 人家还是个孩子呢 其实人家只相当于你们人族的十岁小孩 狐族的声音和气息 有着与生俱来的魅惑之意 小冰狐那娇滴滴的声音 更是让人心甘发颤 忍不住想要呵护他 可继天行却无此感觉 反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你上辈子是哑巴吗 还是被关在悬冰洞里憋疯了 小冰狐丝毫不生气 反而笑得愈发得意了 你是在生气吗 兮兮 你别这么古板麻 好没意思的 老季 你给我讲讲你们人族世界的故事麻 比如 从前有个书生 救了一只受伤的狐狸 然后他两栋房之类的故事 季天行彻底无语了 干脆无视了小冰狐 闷着头赶路 他心里暗暗嘀咕着 难怪传说中的妖狐都无比狡诈 这个小冰狐才活了百年 便如此伶牙历齿 若是让他成长三五百年 岂不是要祸骨殃民 危害天下 不知不觉 三个时辰过去了 寄天行一刻不停地赶路 连续翻过了七座高山 终于进入到太叶山脉的深处 虽然他实力不俗 耐力悠长 穿梭丛林河翻山岳岭时 也能剑步如飞 但是 他连续赶路这么久 也是浑身大寒淋漓 体力消耗巨大 傍晚时分 他在一座高峰的山脚柱停下来 坐在山脚的小溪边休息 他从包裹里拿出水壶和干粮 吃了几块牛肉干 喝了几口清澈甘甜的山泉水 体力便恢复了许多 小冰狐也从包裹里翻出两块肉干 学着寄天行的模样 用小爪子捧着吃得津津有味 寄天行休息了一阵 便开口问道 小狐狸你确定赤心花就在这座山上 小狐狸不满地瞥了他一眼 点头道 当然啦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已经闻到赤心花的气息了 闻到赤心花的气息 寄天行挑了挑眉头 有些惊讶地问 难道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 出霸 他还私下打亮了几眼 且 小冰狐不屑地瞥了瞥嘴 别看了 我们离赤心花起码还有十几里远呢 隔着十几里远 你都能闻到赤心花的气息 寄天行显然不幸 满脸审视地望着他 小冰狐得意地扬着小脑袋 笑眯眯地道 我跟你说过了 我的五感有多敏锐 那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另外 赤心花需要汲取日月精华才能生长 当然不会长在山脚 肯定是长在这座山的山边上 不过你要翻过这座山 到山背后的悬崖上才能找到他 话还没说完 他忽然睁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抹一色 但他很好地掩饰了 笑眯眯地对计天行说 老季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紧上山吧 季天行看出他的神色有些异样 便背上包裹和血龙剑往山边赶去 并低声问道 小狐狸 怎么了 是不是赤心花有什么动静 小冰湖蜷缩在包裹里 闷声闷气地说 赤心花只有在正午和午夜 汲取日月精华之后才能移动 你必须在午夜之前找到他 不过现在嘛 我们可能要遇到一点小麻烦 你的加快速度了 季天行皱了皱眉头 莫不作声地加速朝山巅赶去 然而 短短半刻钟之后 他刚冲到半山妖楚 身后便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枝叶晃动声 他下意识地扭头望去 就看到一头浑身暗红 外形如猿猴的妖兽 正快如急风地冲出树林 向他冲过来 大头妖兽体型巨大 高达一丈有余 四肢粗壮的犹如水桶 显然蕴含着极其惊人的力量 这是赤火源 季天行立刻皱起眉头 脸色变得凝重 成年的赤火源 实力堪比真元净六重的武者 而且赤火源智慧颇高 又力大无穷 在中阶妖兽里属于最难缠的 小狐狸 这还叫小麻烦 我们麻烦大了 第37章 剑气激斗 以季天行如精炼体九重的实力 对上赤火源绝无胜算 他表情凝重 眼神警惕地盯着缓缓逼近的赤火源 小冰狐趴在包裹里露出个小脑袋 看了那赤火源一眼之后 却不屑地撇了撇嘴 且 就那只傻猴子 能有多大能耐 当年他跑到悬冰洞外 想救他的崽子 被我一巴掌就拍飞到山下去了 季天行顿时皱起眉头 美好气地喝道 他是来找你报仇的 难道你弄死了他的孩子 小冰狐不以为然地道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待在悬冰洞里闲得无聊 他的小崽子却在洞外蹦踏 我当然要把那只小猴子抓进洞里玩一玩啰 没想到那只小猴子那么弱 我还没玩两下 他就撕腿一蹬 死了 季天行简直无语了 气急而笑地骂道 你还有理了事不 听你那口气 你没玩尽兴 好像还挺失望的 哎 不提这些陈年往事了 小冰狐一副异性阑珊的模样 摇摇头道 你还是想想怎么对付这只火猴子吧 你 季天行气得咬牙 恨不得把小冰狐打个半死才解气 可是 这时赤火源已逼近到他面前五丈外 赤火源张开撞朔的双臂撑在地上 双目星红地盯着季天行 裂开了宽阔的大嘴 露出两排锋利的牙齿 离得如此近 季天行能闻到他身上浓浓的血腥气 清楚看到他牙缝里残留的血迹和骨肉碎渣 他暗暗握紧了血龙剑 浑身肌肉绷紧 积蓄了毕生力量 吼 赤火源陡然低吼一声 猛地弹跳起来 像离弦之剑般凌空扑来 巨大的双爪狠狠拍向季天行的脑袋 季天行立刻踏步横移出一丈远 惊险地躲过了赤火源的扑及 喷喷 赤火源的巨大双爪拍在地上 当场将一块水缸大的青石拍碎成几块 这头赤火源的力量竟如此强悍 季天行心中震惊 全力以赴地挥舞宝剑 斩向赤火源的后背 赤火源转过身 双鼻一挥便拍中了血龙剑 把血龙剑拍飞了出去 羞得一声插进了不远处的大树上 季天行也被震得倒飞出一丈远 跌落在草地上 他的右肩麻痹刺痛 一时间竟然使不出半分力气 赤火源身影一闪就扑过来 碰得一巴掌拍中了季天行 季天行当即被拍得飞出两丈多远 狠狠撞在一棵大树上 又滚落在草丛中 他后背的衣衫被赤火源的力爪撕烂了 整个后背一片烟红血迹 火辣辣的剧痛 被赤火源拍了一爪子 他只觉得浑身的骨头都要碎了 头晕眼花的根本爬不起来 他背在身后的包裹 也被赤火源拍飞了 跌落在草丛中 里面的干粮都撒了出来 小冰壶却安然无恙 见情况不妙早就钻出包裹 跳到了大树的树梢上 侥幸躲过一劫 赤火源并未追击济天行 双眼血红地盯着树梢上的小冰壶 嘶牙咧嘴地低吼着 呜呜他再次奋力弹跳 一跃三丈多高 挥舞双爪扑向树梢上的小冰壶 随着弄插弄插的断裂声响起 挡在他和小冰壶之间的粗壮树枝 全都被他拍得粉碎 小冰壶眼看无处可躲 银色双眸中便露出浓浓的愤怒之色 当场怒吼了一声 可恶的老猴子 去死吧 他拼命挥动一双前爪 竟然打出了一道两尺多长的冰蓝光芒 犹如剑芒一般射向赤火源 赤火源刚刚扑到他面前 根本来不及躲避 瞬间就被冰蓝光芒打中了胸口 砰 温响声中 赤火源从树梢中倒飞回去 在天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扑通一声砸在几丈之外的草地上 草地上被砸出个大坑 土石和草屑混合着蹦剑开来 待赤火源挣扎着爬起来时 胸前已是血迹斑斑 露出个拳头大的血洞 虽然小冰蓝光芒 重创了赤火源 可那道冰蓝光芒已经耗尽了他的力量 他立刻精神伪顿地从树上掉下来 跌进了草丛中 见此情景 是火源眼中的凶光大圣 低吼一声就扑了过去 寄天行剑小冰蓝无力逃跑和反抗 下意识地冲过去相救 可他的血龙剑被打飞了 手中没有兵器 又如何能挡住赤火源的扑杀 围急关头 他突然想起昨夜在悬冰洞中的画面 当时他被小冰壶的冰蓝光芒捆绑着 奋力挣扎之下竟然逼出了体内的12道剑气 围绕在他周围盘旋飞舞 想到这里他便全力催动体内的剑气 将12道剑气尽数逼出体外 刷刷刷刷 12道金色剑气瞬间出现 围绕在他周身旋转飞舞 去 寄天行低吼一声 操纵那12道剑气招一杖之外的赤火源杀去 赤火源胸口被重创 实力削弱了许多 扑杀的速度也慢了几分 他刚刚冲到小冰湖身边 扬起一双仆善大的剧长拍向小冰湖 这时 12道剑气快如闪电的刺杀过来 他顿时被逼得收回双掌 连忙后退 刷刷 剑气划过赤火源的尖头和脖子 顿时留下了三道细长的伤口 有烟红的鲜血冒出来 虽然赤火源的伤势并不重 但12道剑气围绕着他飞舞刺杀 让他无法靠近小冰湖 他愤怒欲狂地咆哮着 拼命挥动双爪拍打周围的剑气 想突破剑气包围扑杀季天行 季天行的脸色苍白如指 一边往后闪躲退避 一边全神贯注地操纵剑气 绞杀赤火源 赤火源不断地吼叫着 拼了命地逼近季天行 却一次又一次被剑气刺伤 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季天行与他缠斗了片刻 便浑身大寒淋漓 精神疲倦到极点 几乎支撑不住要昏迷了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 操纵那十二道剑气 进行搏杀 是极其耗费心神的 以他如今的实力 最多只能支撑 三十席左右就会昏厥 好在 赤火源已受了重伤 浑身被剑气刺出 密密麻麻的伤口之后 便流血不止 力量快速减弱 他只坚持了二十席左右 便悲愤地咆哮一声 转身逃进了山林中 季天行已经耗尽心神和体力 根本无力追杀赤火源 他连忙把十二道剑气收回体内 别坐在草地上剧烈喘息起来 第三十八章 静在咫尺的赤心花 赤火源逃走了 山林中恢复了极静 季天行羊躺在草地上 双眼迷蒙地看着天空 绝红的夕阳正渐渐坠落到天边 天快要黑了 最多一个时辰之后 月亮便要升起 他明知时间很紧迫 却根本无力爬起来 甚至连手指都不想动一下 太累了 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疲倦 让他真切体会到了 心神消耗过度的后果 虽然我能操纵剑气 让剑气在深周一帐之内杀敌 这是真圆镜七重才能达到的效果 可这种消耗实在太大了 若是多用几次 只怕我会心神衰弱变成傻子 看来以后要慎用 只用在关键时刻保命 他闭着眼睛默默地私存 等着体力和精神缓慢恢复 这时 小冰狐从草丛里探头探脑地钻了出来 他眼神警惕地打亮一圈 剑四周并无任何危险 这才捡起不远处的包裹 把包裹拖到了季天行身边 老季 你的包裹里不是带了许多丹药吗 快服用丹药恢复力量啊 天快黑了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一边说着 他从包裹里翻找出四五个白玉小瓶 一字排开地放在季天行面前 季天行疲惫不堪地伸出双手 挑了一个贴着氧气单字样的小玉瓶 他打开瓶子导出几颗珠红色丹药 一把赛进了口中 咀嚼两下后咽了下去 忽然 他发现情况不对劲 顿时疑惑地望向小冰湖 小狐狸 我的丹药怎么少了一大半 是不是你偷吃了 小冰湖悄悄后退了两步 善笑着解释道 之前我躺在包裹里无聊 就把那些丹药当糖丸吃了 我可不是故意的啊 好你个臭狐狸 寂天行气地想打他 奈何体力尚未恢复 便只好作罢 哼 我看你是想偷吃丹药恢复实力 然后逃跑吧 小冰湖转了转眼珠子 连忙岔开话题 哎 老季你别说话啊 恢复体力要紧 天黑之前我们还不离开的话 草地上的血腥气会引来大批妖兽 到时候咱俩就只能变成妖兽的晚餐了 既天行压下了木翼 又服下几颗回原丹 快速恢复实力 约末半个时辰后 天色昏暗了下来 夜幕即将降临 这时既天行的体力也恢复了六七成 便背上包裹继续赶往山巅 登上山巅的途中 他听到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妖兽奔跑的动静 还有此起彼伏的售吼声 小冰湖连忙提醒他 赤心花已经开了 气息越来越浓郁 附近的妖兽闻到了气息 都想赶去抢夺 你要加快速度了 否则不仅得不到赤心花 还会被大批妖兽围攻的 既天行皱了皱眉头 全力以赴地赶往山巅 一刻钟之后 他终于登上千丈高的山巅 来到了一块树木稀疏的灵地中 他眼神警惕地四下张望 寻找赤心花的位置 并查看四周的情况 奈何天色以目 灵地中光线昏暗 很难看得清楚 他只能听到四周的丛林里 传来的动静越来越大 售吼声也越来越近了 小冰湖连忙伸出小爪子 指向了灵地的西南方 在那边快过去 那里有座悬崖 到了此刻 既天行也顾不得辨别 他的话语真假 连忙迈步奔去 他足足狂奔了三里多路 才冲出茂密幽暗的丛林 来到了一片乱石丛中 方圆百丈的空地上 横七竖八地堆满了乱石 黑褐色的巨石之间 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 既天行跳进乱石丛中 身形矫健地穿过几十块巨石 和茂密草丛 终于抵达了悬崖边 他面前五步之外就是悬崖 前方是一片被浓雾笼罩的天空 悬崖至少有上千丈深 崖底不断有白雾生腾起来 遮挡了崖底的一切景象 让既天行无法看清 小冰湖那红红的小鼻子 耸动两下 眼中便露出一抹喜色 连忙催促道 老季 赤星花的气息就从悬崖下传来 离我们不超过二十丈远 你快找啊 既天行也心中一喜 精神振奋地四下寻找着 他脚踏在悬崖的边缘 探出半个身子向崖下张望 立刻就看到崖下是陡峭的岩石峭壁 不过峭壁并不平坦 许多地方都裂开了缝隙 峭壁上还嵌着许多凸出来的菱循巨石 生长了许多绿色藤蔓 夜幕终于降临了 星辰与月亮还未出现 天地间一片漆黑 既天行满腔焦急地找遍了方圆二十丈 也没看到齿星花 甚至连一珠模样奇特的药草都未找到 忽然趴在他肩膀上的小冰湖伸出小爪子 指着悬崖下的一块菱循大石 惊喜地叫道 老季你快看那里 既天行连忙朝他指的方向望去 顿时就看到那块菱循大石的石缝里 隐约亮起了点点荧光 赤赤星花肯定是既天行精神一阵 连忙在地上找了一条手腕粗的藤蔓 顺着藤蔓往悬崖下爬去 在来太叶山脉之前 他就仔细调查过有关赤星花的消息 赤星花有两尺多高 根莖和花枝都呈有黑 而花朵却是银色的 此花今年累月的吸收日月星辰惊喜 花瓣在夜晚会散发出淡淡荧光 如同星光一般 不过 此花六十年才盛开一次 前尾珠只有一朵花 花朵只剩放六天便会枯微败落 不依惠尔 既天行就顺着藤蔓爬到了悬崖下石杖之处 双脚踩在一块从岩壁中突出的大石 可他距离赤星花生长的巨石还有四丈多远 凭他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跳过去 两块巨石之间的岩壁也光秃秃的 没有借力之处 只生长了一簇墨绿色藤蔓 藤蔓只有筷子粗细 看起来十分柔弱 根本撑不住他的重量 他毫不怀疑 若他攀着那些藤蔓去采摘赤星花 必定要掉下悬崖 摔得粉身碎骨 这一刻 既天行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苦笑 赤星花就在面前不远处 可他却无法采摘 甚至无法靠近 而且他还清楚地听到 悬崖上方的乱石丛里 传来一阵妖兽奔跑的脚步声 至少有三头妖兽 已经冲到了悬崖边上 第39章我们的约定 怎么办 既天行望向四丈外的那块巨石 双眼紧盯着石缝里的点点星光 满腔焦急地想办法 就在这时 小冰壶从包裹里钻出来 动作敏捷地跳了下来 落在既天行的脚边 他观察了一下两块巨石之间的距离 银色双眸中顿时闪过一抹笑意 趁着既天行不注意 他奋力一跃就跳了出去 刷 身在半空中即将坠落时 他突然张开覆下的一对冰蓝色羽翼 奋力煽动起来 他的身影在半空中画过一道冰蓝弧线 星飘飘地朝不远处的巨石飞去 见此情景 既天行愣了一下 立刻露出满脸欣慰的笑容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小狐狸呢 他有翅膀 完全可以飞过去啊 他对小冰壶露出个赞许的微笑 连忙叮嘱道 小狐狸 你动作轻一点 千万要小心 小冰壶正飞在半空中 还扭头对他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 下一刻 他身思轻巧地降落在齿心花生长的巨石上 他凑到石缝里瞄了几眼 便伸出小爪子在石缝里掏弄起来 他趴在巨石上 绝着十二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一动一动的模样 看起来有些滑稽 但既天行无视了这些 双眼紧盯着石缝 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下一刻 小冰壶用力爬起来 转过身笑眯眯地看向他 并伸出了一双前爪 只见 他的双爪中赫然捧着一朵银色的花 那朵花有半个巴掌大 六片淡银色的花瓣 在夜幕中闪烁着点点星光 这正是齿心花 既天行脸上露出浓浓的笑意 心情有些激动地低呼道 终于到手了 太好了 小狐狸 谢谢你 然而 小冰壶捧着齿心花 却没有回到他身边的意思 反而坐在了那块大石上 他笑眯眯地看着既天行 银色双眸中尽是银鱼的笑意 老季 你以为我会把齿心花交给你吗 嘿嘿 我又不是你的宠物 既天行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 眼神凌厉地瞪着他 冷喝道 小狐狸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抢我的齿心花 齿心花是修复丹田和精卖的 只有人足服用才有效 对你是无用的 小冰壶笑眯眯的点点头道 是啊 这些我当然知道 我用不上这朵齿心花 但我也不会轻易送给你啊 除非 你能答应我三个条件 既天行顿时期的脸色发白 指着小冰壶骂道 好你个狼心狗非的死狐狸 之前我才救过你一命 你现在竟然跟我讲条件 小冰壶笑得愈发得意了 还用娇滴滴的声音说道 哎呀 老季你别这样嘛 人家也是迫不得已 为了保命啊 毕竟你不信任我 我也怕你哪天把我抛弃了 或者一箭把我杀了 放心好了 我的条件很简单的 你肯定愿意答应 既天行也明白 以小冰壶的狡诈和聪慧 肯定会安排好后路 于是他忍下满腔怒意 黑着脸道 那你先说条件 我考虑一下 嗯 这才对麻 老基你越来越和我胃口了 小冰壶笑咪咪的点点头 语气郑重地说出了条件 第一个条件 无论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 你都绝对不能抛弃我 既天行狠狠皱了一下眉头 脸色阴沉地考虑着 小冰壶见他沉默不语 便用爪子把玩着赤心花 小爪子一抖就扯下了一片淡银色花瓣 哎呀 怎么掉了一片花瓣呀 他故作惊讶地叫了一声 但语气中充满了不佳掩饰的笑意 说完 他还拿着那片花瓣 对着既天行晃了几下 既天行看到赤心花被扯掉一片花瓣 心也跟着猛揪了一下 脸色更加阴沉了 我答应你 小冰壶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继续说道 第二个条件 无论何时 无论是何处境 你都绝对不能杀我 既天行满脸恼怒地瞪着他 戏冲冲地低喝道 我答应你 嗯 很好 小冰壶再次满意地点点头 笑眯眯地说 第三个条件 你必须全心全意地保护我 不能让我受到伤害 你别太过分了 既天行气地咬牙切齿 双眼中露出了森冷的杀鸡 小冰壶又用爪子转动着赤心花 洋装惊惊地叫道 哎呀 又掉了 眼看着他又要扯掉一片花瓣 既天行心痛不已 毫不犹豫地冷喝道 爷 我答应你就是了 小冰壶笑眯眯地打亮他几眼 却还是不肯相信他 他用小爪子握着赤心花 伸到巨石外的半空中 做事要往崖底扔去 老季 除非你对着天地发誓 我才能相信你 我 既天行气得肺都快炸了 脸色铁青地瞪着小冰壶 要是目光能杀人 小冰壶已经被碎尸万段了 快发誓啊 小冰壶却笑眯眯地催促道 要不然 我就把赤心花丢下悬崖 既天行强忍着满腔怒火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既天行对天发誓 答应小狐狸的三个条件 绝不反悔 小冰壶坐在巨石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听完之后还意犹未尽地道 这就完了 老季 你没有诚意啊 你还有后半句没说完呢 什么天诛地孽 天打五雷轰呢 既天行气得差点吐血 黑着脸骂道 死狐狸 你没完没了事吧 小冰壶这才没有继续纠 笑着点点头道 好吧 看在你还算有点诚意的份上 那我就暂且相信你了 哎 谁让我心地善良 心肠太软了 老季 你可要牢记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说完之后他才煽动双翅 慢条丝里地飞回到既天行面前 既天行一把夺过他捧着的赤心花 连同那片被扯下来的花瓣一起 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檀木盒子里 死狐狐狸 他正想伸手抓住小冰壶暴打一顿 小冰壶却早有防备 立刻飞到了两丈开外的半空中 老季 你先别生气 看看头顶再说麻 季天行刚才被他气得够呛 没注意悬崖上方的情况 这会儿他冷静下来了 扭头朝上方崖边望去 顿时就变了脸色 只见 离他十丈高的悬崖边上 不知何时探出了十几只妖兽脑袋 十几双寒光悠悠的眼睛 正杀气闭露地盯着他 第四十章 含你一个人情 那十几只体型巨大的妖兽 基本全都是中阶妖兽 其中任何一头 都有不亚于真元静武众武者的实力 以及天行目前的实力状态 连任何一头妖兽都打不过 更何况是十几头 最重要的是 他被困在眼下十丈的巨石上 上不着天下不接地 那十几头妖兽都趴在悬崖边上 虎视眈眈的等着他 死定了 季天行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刚刚得到赤星花的喜悦 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他暗暗握紧了血龙剑 双眼死死盯着悬崖上的十几头妖兽 虽然 那些妖兽们目前还能克制住 抢夺赤星花的欲望 可季天行不得不担心 若是时间拖得久了 那些妖兽不要命地扑下来 他该怎么办 这时 小冰湖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老季啊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爬上去被那群妖兽吃掉 要么跳下悬崖摔死 不过 悬崖下面也有妖兽 到最后你的尸体 可能还是会被吃掉 季天行气的牙根痒痒 没好气地低喝一句 少废话 快想办法 我若是活不了 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 当然啦 小冰湖得意地笑道 老季你傻啦 我会飞呀 一边说着 他还得意地扇动小翅膀 围着季天行飞了一圈 季天行差点被气吐血 干脆闭嘴不说话了 免得被可恶的小冰湖气出个好歹 他皱眉想了一下 立刻想到一个主意 小狐狸 我把赤星花给你 你带着赤星花飞到山边上 先把那些妖兽引开 还没等他说完 小冰湖就猜到了他想干什么 连连摇头拒绝了 哼 你休想 想让我去引开那些妖兽 给你创造机会爬上去 我有那么傻吗 你 既天行气的胸口发堵 深呼吸及口气才把怒火压下去 就在这时 小冰湖忽然指着上方的天空 语气惊喜地叫道 唉 老季你快看 大兄妞来救你了 沉默大兄妞 既天行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也抬头望向高天 只见 悬崖上方的天空中 忽然飞来了一只巨大的洁白灵鹤 那灵鹤姿态轻盈的扇动翅膀 缓缓朝悬崖上的乱石丛降落 虽然夜幕漆黑 但既天行还是隐约看到 灵鹤背上站着一位身穿白裙的绝带佳人 正是云瑶 他身姿傲然地站在灵鹤背上 左手握着一把黑色剑鞘的宝剑 挤腰掌的黑发随风飘舞着 显得飘飘欲仙 如仙子下凡 悬崖边上的十几头妖兽门 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 纷纷露出强烈的敌意 对灵鹤发出一声声咆哮 这时 灵鹤降落到离地面时丈远的空中 云瑶陡然出手了 他右手握住剑柄 向得一声拔出了宝剑 漆黑夜空中 顿时亮起一道无耻掌的凛冽寒芒 犹如一红秋水 刷刷刷刷 云摇一挥手中的宝剑 斩出六道三尺与掌的寒光剑芒 杀向乱石丛中的妖兽 那六道剑芒照亮了夜空 瞬间飞出十丈远 刺中了六头体型巨大的妖兽 砰砰砰的闷响声中不断传来 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妖兽的惨叫声 乱石丛中寒光闪烁 好几块磨盘大石都被剑光斩碎 蹦剑出无数碎石块 季天行能清晰感应到 大地都为之战斗 崖边还垮塌了几块大石 呼啸着砸进了悬崖下方 虽然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亲眼见到云摇出手了 但他心中依旧感到震撼 仰望着云摇的眼神 也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神色 片刻之后 众多妖兽都一轰而散 全部仓皇逃命去了 悬崖上才恢复安静 危机解除了 季天行连忙顺着藤蔓爬上悬崖 回到了乱石丛中 林鹤已经降落到地面上 正安静无声地傲立着 四周的乱石丛中 躺着六具中阶妖兽的尸体 都是一箭毙命 白衣家人云摇 也站在乱石丛中的一块磨盘大石上 看到季天行从悬崖下爬上来 他原本平静如水的绝美脸庞上 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是你 显然 云摇没料到会在这里遇到季天行 季天行走到他面前三丈外站定 露出一抹温和的微笑 点点头道 是我 云摇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小冰狐趴在他肩头 笑眯眯地打亮着云摇 不知在想些什么 云摇看了季天行一眼 面色平静地道 没想到 最先找到赤心花的人 竟然是你 季天行挑了挑眉头 云摇小姐 你也很需要这朵赤心花吗 云摇平静地点了点头 是 今夜 你对赤心花是在必得 季天行追问了一句 云摇沉默片刻 再次点了点头 是的 季天行顿时皱起眉头 心里有些疑惑 像云摇这种情天宗首席弟子 天成玉第一天才 竟然会亲自来太叶山脉找赤心花 他这种天才强者 用得到赤心花这种灵药吗 亦或是 他要赤心花有别的用处 但不论如何 赤心花在他的手上 而云摇又是在必得 那他与云摇便是敌人 季天行沉默着考虑了一下 然后从包裹里拿出檀木盒子 捧着盒子朝云摇走去 见此情景 小冰湖顿时急了 连忙低喝道 老季 你干嘛 你疯了吗 我们拼了命才得到赤心花 难道你要送给他 喂 老季你冷静点啊 小冰湖急得又蹦又跳 连连在季天行耳边叫喊提醒 但季天行冲耳不闻 面色平静地走到云摇面前 将檀木盒子递给了他 云摇小姐 虽然我们都想得到赤心花 但我是不会跟你动手的 之前在青云黄城的南郊 你曾出手救了我一命 现在 我把这株赤心花送给你 全当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这一刻 季天行就站在云摇的面前 与他近在咫尺 云摇纳绝美的容颜 清澈如秋水的大眼 离他如此之近 甚至 连云摇身上的淡淡清香也清晰可闻 但季天行的眼神没有惊艳 只有平静与坦然 云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才伸出如羊之玉般白皙柔嫩的手 接过了檀木盒子 打开盒子取出了赤心花 然而 他拿起赤心花之后 却毫不犹豫地将五片花瓣全部摘下 他只拿走花蕊 将装着六片花瓣的檀木盒子 还给了季天行 我只要花蕊就够了 这六片花瓣还给你 依然能助你增强修为 说吧 他收起了赤心花的花蕊 转身走向灵鹤 也不见他双脚如何发力 身子便凌空飞起几丈高 轻盈如雪地落在灵鹤背上 灵鹤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叫 立刻展开双翅飞上天空 朝远处飞走了